欢迎各位光临国际华语辩论邀请赛 复赛第三场的比赛现场 我是本场主席黄凯东 再次代表主办方 欢迎各位光临 下面有请各位辩手入席 下面请允许我为您介绍 今天比赛的正反双方 以及他们各自的立场 正方是来自武汉大学代表队的同学们 本场比赛他们的立场是 在当下女士优先有助于性别平权 下面有请他们做自我介绍 武汉大学一辩法学专业 本科三年级黄楚莹大家好 武汉大学二辩汉原维斯专业 本科四年级罗启祥大家好 武汉大学三辩法学专业 研究生二年级杨春雪 向各位问好 武汉大学四辩传播学专业研究生三年级黄思涵 代表武汉大学辩论队 问候在场各位 大家晚上好 反方是来自墨尔本大学代表队的同学们 本场比赛他们的立场是 在当下女士优先无助于性别平权 下面有请他们做自我介绍 反方一辩 反方一辩 反方二辩 夏成泽 反方三辩 李书洋 反方四辩 周文山 请代表墨尔本大学中文辩论队问候在场各位 在认识了双方辩手之后 请允许我为您介绍本场比赛的评审 他们是 丁冠宇先生 罗淼先生 梁秋阳先生 在比赛开始之前 我将对本次比赛的提示铃声做出说明 当总时长以及自由辩论时间剩余30秒时 将听到一声铃响 当总时长以及自由辩论时间用尽时 将有两声铃响 请停止发言 现在我宣布 国际华语辩论邀请赛 复赛第三场的比赛正式开始 首先是陈慈一环节 有请正方一辩 谢谢主席 大家好 古老的骑士精神是女士优先的发源地 伴随着个人英雄主义 热忱的现身精神和强烈的荣誉感 关照贵妇的传统也逐渐形成 当然这其中贵族和平民的阶级局限性 并没能使这种关照 扩大到普遍女性身上 但进入民主社会 习与词典将女士优先解释为 对女士先做某事的礼貌邀请 比如研讨会上 先询问女士是否要发言 这也使得 接下来参与讨论的男女比例更加平衡 令人遗憾的是 这种优先考虑女性需求的思路 比较集中于社交领域的领域 未能深入到社会的整体意识中 我方认为 在当下男性地位明显高于女性的现状中 女士优先应当成为 平权政策背后的价值观 成为发现歧视问题的动力 和检证平权政策的原则 其实 想要通过女士优先的价值 来纠偏男性本位的社会 是一个听上去再合理不过的观点 可这为什么会变成一个变题呢 调查了诸多争议后 我方有两点回应 第一 对于认为 性别评权欣欣向荣 胜利在望的乐观主义者 我方必须强调 当下对女性的歧视和漠视 依然广泛且隐蔽 2020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显示 彻底消除性别差距 还需要100年 东亚是所需时间最长的地区之一 除了经理级职位中 女性仅占36% 这种我们早就熟知的职场性别歧视 更多隐蔽的歧视还没有被发现 比如直到疫情爆发 我们才发现 英雄的医护姐姐们 一直穿着不合适的男性防护服 直到关注疫苗 我们才发现 药物研究习惯性忽略性别差异 导致女性群体的疗效降低 漫长历史时期的男性本位观念 早已渗透了这个社会 人们在行为模式上 形成了男士优先的肌肉记忆 这赋予了不平等的社会结构 极大的惯性 女士优先这种全面的价值观 就像一时的雷达 提醒人们凡事先想想 这个默认为男性设计的服务中 女性是否受到了伤害 第二 对于反感所谓女士优先政策 而迁怒于女士优先价值观的同仁们 我方必须解释 女性优先的原则确立 可以指导我们制定更完善的政策 曾经引起极大争议的 女士优先车厢 女性停车位等措施 回避了性骚扰维权成本高的问题 偏激地诋毁女司机的车技 违背了女士优先原则 优先考虑女性需求的内涵 如果优先征询女性意见 诚恳地凝聚女性的共识 就不会贸然推行冒犯女性 还让社会误解的政策 广州的厕所革命深入女性视角 理解男女生理差异 以女侧数量是男侧的1.5倍 为目标进行改革 最终实现了两性在如厕时 享有同样的便利 广州市民纷纷交口称赞 可见真正符合女士优先原则的政策 不仅会带来实质利好 也促进了大众对平权观念的理解 最后 反对女士优先的原因千变万化 但不论说此如何 我方请您先想三个问题 第一 你有认清当下女性普遍所处的社会劣势地位吗 第二 你担心的到底是个别政策背离了女士优先原则 还是女士优先原则本身 第三 你是否真正的想要实现性别平等呢 如果你还是没有跳脱出 既得利益者的狭隘的零和博弈的思维 那我方觉得其实可以再想想 基于此 我方非常期待双方接下来展开诚恳的讨论 谢谢 感谢正方一辩 有请反方四辩对正方一辩进行质询一环节 请双方进行麦克风测试 首先有请正方一辩 麦克风测试 可以听见吗 麦克风测试 可以听到 有请反方四辩进行麦克风测试 麦克风测试 请问可以听到吗 双方声音都没有问题 请发言 对方别有跟你确认第一个共识 你也认为它是脱胎与歧视精神 在现状下大家大多数对于女士优先的理解 是社交礼仪 没有问题吧 我方觉得他应该扩展 但是现状下大多数的理解 你的扩展你等会解释给我听 为什么可以那样扩展 但现状下 我方这样解释吧 因为他背后的精神 是优先考虑女士的需求 所以这个精神 我等他再跟你讨论精神 我等他再跟你讨论精神 这共识拿下没问题 我问你 如果一件事情 本来就应该要这么做 就好像小朋友 四岁小朋友的衣服 就应该要按四岁小朋友 平均尺寸来做的话 为什么就叫做四岁小朋友优先 我方没有懂女方的意思 是想要 我进你防护服的例子 跟你解释就可以了 70%以上的医护人员 都是女性 所以按女性的平均尺寸来做 是应该做的事情 为什么你要把这件事情 称为优先 优先在此点里面的待遇 是给予他额外的优待 所以是因为你方要看现状 现状上男性优先 我方要纠偏 不就要女性优先 多想想女性遭受到的不公平 现状下没有看到现实 看到现实了 你为什么要把它叫做优先 战争赔款 你可以把它称为慈善人助吗 正是因为我方看到了现实 是男士优先 才要提倡女士优先 我方便有 现实是女士置于一个弱的地位 你把它做出改变 那个不叫做给他额外的优待 如果你想把那个称为额外优待 为什么不叫呢 在现实上 如果你一方觉得没有问题 你问 你为什么要搞女士优先 是因为你认为 女士在性别议题中 是弱势的一方 对吧 在性别议题中 是弱势的一方 对吧 为什么要女士优先 理由是 确实 对 女性的劣势是全员 女性的劣势吗 确实啊 相比于全员男性 不就是劣势吗 对 我问你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我一个中产阶级受教育良好的女性 跟台湾被迫跳楼玫瑰少年 谁在性别平权议题中更劣势 你要对比同样是中产阶级的男性 你就是更劣势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女士优先里面 因为要做群体比较 你为什么提到弱势的时候 看到我 你觉得我天然 因为我没有那二两肉 所以我劣势 可是玫瑰少年 他是男士 他好像就不应该优先了 问到这里就可以了 比较对象错了 你男士要比 性少数群体要比正常人 女士要比男士 谢谢 感谢双方变手 在本轮环节结束后 正方时间所剩13分10秒 反方时间所剩15分9秒 下面有请反方一变 进行陈词一环节 麦克风测试 可以听到请发言 谢谢主席大家好 开始今天的理论之前 我们先看一下今天的题目 现在是2020年 我们在讨论一道性别的议题 但是在这道题目的框架之下 依旧只存在男和女的概念 性别平均似乎只需要 在其中择一 但是同性恋的 不同性别气质呢 跨性别者的 无性恋的 这些存在于性别框架之下的群体 究竟是怎么被这个世界忽视的呢 好 那我方今天就来向各位展现 这样一个刻板的 一页帐目的 只存在男和女的世界 女士优先 The Lady First 根据MicroHale Dictionary And the Farlex Dictionary 等一系列权威 惯用你词典的解释 只要请女士或请女士 先做某事的礼貌态度 她源于中世纪的歧视精神 被认为是绅士风度的体现 然而在最讲绅士风度的英国 几个世纪的女士优先 却没有带来妇女的投票权 直到1918年 女性靠流血抗争 才换来基本的政治权利 可见女士优先 从来不是在所有方面 都对女性优待 也不是按照女性的意愿 对女性优待 这是一种我不要你觉得 我要我觉得的优待 其实本质依旧是基于父权之下 对于女性刻板印象的 一种看似善意的差别对待 首先 女士优先是对女性的规训 会使女性接纳 诸如你是女人你就做不好 这件事的恶意的性别启示 最终巩固了父权制 女士优先的内在逻辑 是将男性视为天生的保护者 女性则是天生的被照顾者 这种观念在学界被定义为善意的 或仁慈的性别启示 在善意的性别启示 友善外衣的包装下 女性会因为受到看似更多的友善对待 而更倾向于接纳 包含恶意性别启示的父权体系 一方面 比利时心理学家杜蒙 就在多个研究中证实 越采取保护 造福女性的态度和行为 女性就越会产生自我怀疑 降低自尊 从而强化女性弱者与附庸的地位 从女性自己的认知上就削弱了 女性的社会竞争力 另一方面 德国心理学家贝克尔等专家的 诸多时政研究中指出 在这种自我怀疑和无能感知下 这种善意的性别启示又进一步 用其看似积极的堂一 掩盖了其隐蔽的性别启示的本质 增加了女性对性别现状的满意度 从而削弱了女性对性别不平等的感知 更进一步而言 奥克兰大学心理学教授克里斯的研究也证实 女性认可善意的性别启示之后 随着时间的退役 这些女性会更愿意认可恶意的性别启示 从宏克上来看也的确如此 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教授菲斯克等学者的研究指出 从不同国家之间进行比较 在善意的性别启示更为普遍的国家 恶意的性别启示也更为突出 女性的社会生活地位也更为低下 这种相关性甚至高达0.9 几乎是完美相关 因此善意的性别启示 掩盖了父权制的压迫性 是对父权之下将女性边缘化与 攻击化价值观的延续和肯定 是助纣伪虐的帮凶 第二 女士优先作为一种日常用语 同样也会营造出一种 加强性别偏见的社会氛围 德沃金认为 任何在社会中常用的词语 都会在漫长的使用过程中 形成相对固定的所指 例如在英国脱帽对应着尊重 而女士优先背后的所指 就是其身世风度 与其身世风度挂钩的 女性天生是需要被男性照顾的价值观 基于此 当女士优先这个语词 被运用在生活和政治领域中时 人就难免受其影响 被其价值观驯化 美国心理学会2011年的研究就指出 纵使一个人不认可 女士优先这种仁慈的性别歧视 但只要她接触了这一类话语 就会导致妇女对个人能力 与学术成就的重视程度降低 也降低妇女挑战了性别歧视的意愿 正如福科所言 语言是有力量的 在当下女性主义运动中 对于许多语词的重新审视 本身就是重要的议题 在西方许多国家 Lady First也已经早就被氧气 纵使你想要表达类似的意思 也只应该说一句 没有性别指涉的After You 综上女权主义发展到如今 我们应该对平权拥有更多的细腻思考 拒绝善意性别歧视的行为 以及善意性别歧视的语言 谢谢 感谢反方一变 有请正方四变 对反方一变进行质询一环节 谢谢主席 中央美容你好 你好 好 第一个问题确认一个逻辑 当我想和面的时候 如果面粉多了 我会说优先加水才能和成面 这没问题吧 中央美容 根本和题目不是类比的一个情景 你方一变搞这种通篇再论证的是 女性已经在被掠夺了资源的情况下 对她做成的一种补偿 而不是像你方所说的所谓面粉掠夺了水 对 所以她被掠夺的情况下 我应该优先给她东西以达成补偿 第二个问题 你方说优待是强制的 优待是强制的我方没有说过 换言之所谓的女士优先叫做女士先选 而不是女士必须对吧 不太明白你方意思 但是我方说的是 一个例子 今天上课的时候老师说 谁来发言 一个男生站起来说 女士先发言 还是老师问谁来发言的时候 一个人说 我们让女生先选 她要不要发言 谁是女士优先 不对 对 不仅仅是行为上的问题 这种观念存在的本身 就已经再阻碍各种各样的性别平权了 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那我换一个问法 今天军属优待的时候 军人可以在那个窗口上面 先买票 对吧 军属和女性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军属是之前为我家做出的风险 优先的一种奖励 不好意思打断一下 她可不可以选择不去那个窗口 优先买票 对 我们还是要聚焦今天的遍体 不要拿不合适的类比 她可不可以选 对 类比的根本就是不一样东西 好 你不回答我 她可以选 这是现实存在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 您方告诉我说 所有的女士优先 其实都无非是一种善意的性别歧视 您方是怎么论证这件事情的 我方从多个机理上 还有统计数据上 都给您方进行了论证 首先在 不好意思打断一下 我有清楚地听到 您方论证的叫做 善意的性别歧视 会给女性带来伤害 可是你没有论证 女士优先是善意的性别歧视 给您解释嘛 女士优先 她脱胎于歧视精神 本质上就是一种 女性处于天生的被照顾者 而男性处于天生的 照顾者这样一种观念 在这种观念下 保护和爱护 照应女士的行为 就是所谓的善意的性别歧视 从地义上来说 两者分身是一致的 不好意思我再打断一下 它来源于歧视精神 但在当代社会可不可以有改观 比如说今天中国法律当中明确规定 各级政府要优先制定 女士发展纲要 这在你看来是善意的性别歧视吗 首先对面没有也已经承认了 在现代下 没有人把这种女士优先认为是对方那种价值观 其次我们在谈英然方面 我方也认为它不应该成为这种普遍价值观 不好意思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中国法律在歧视中国女性吗 端边有 它不应该以这样的表达去表示这样的政策 不好意思那我再打断一下 宪法一边写着男女平等 然后另一部法律一边说着 优先制定女性发展纲要的歧视吗 我们所说的是这种词语恰恰是应该需要改的 因为它会让人产生误会 不好意思打断一下 这种词语是您方觉得需要改 还是大家都觉得需要改 给您举证好了 像最先提出的 像最先提出女士优先的锐点 她在于那个 对于女士优先这个用词的指导中就说 这种用词不可以随随便便的就用 因为它会带来误会 感谢您方看到了 用词是可以指导的 不可以随随便便就用 甚至你要划定清楚我们该怎么用 这就是我方今天第二个论点要明确告诉大家的该怎么用 我的咨询结束 谢谢 感谢双方辩手 在本轮环节结束后 正方时间所剩 11分03秒 反方时间所剩 10分45秒 有请工作人员收取分表 接下来进行诚词二环节 有请正方二辩 好 谢谢主席大家好 神举结一个定义的问题 对方今天认为女士优先仅仅指的是 古老的中世纪的歧视精神 我方觉得这道题对今天讨论没有意义 原因是因为我方可以援引今天赵林教授 在西方宗教史中的观点认为 歧视精神的核心叫做尊重女性 所以它在现代社会会有当代社会的延展 就比如说我方质询举出的 在法律中优先制定女性发展的纲要 也就意味着我们把女性放在第一顺位 以女性先选择的方式来尊重女性 解决完第一个问题来看您方的论点 尼方第一个论点告诉我说 今天它是一种对于女性的规训 因为它是一种恶意的性别歧视 这完全基于您对女性优先 女士优先这个词的误解 因为在尼方看来 女士优先叫做男权社会的人 告诉你你就该这么做 这恰恰不是女士优先 女士优先应该叫做 女生今天告诉你我的需求是什么 今天这个社会要以我的选择为核心的选择 就像今天在发言这个问题上 如果我们给女士优先就意味着 女士可以先选择 她是选择先发言还是要后发言 她要选择她最符合自己切实利益的那一项 这才叫做女士优先 所以挤完这个担忧问题来 看您方第二个担忧 叫做它会加强女性 就是更弱势的这个刻板印象 可是对方没有 我方第一个论点 通篇给您论证的就是 这不是刻板印象 而是男权社会形塑下的客观事实 今天在男权社会中 正是因为更多人在抛弃女婴 我们才要宣扬抛弃女婴 就是放弃生命 正是因为职场上 女性董事确实只能占到9.7%的比例 我们才要宣扬打破女性的天花板 今天男权社会最狡猾之处 恰恰是一边告诉女性 你不应该认为自己是弱势的 另一边却不断地剥夺你的权利 这个时候女性去正视 自己在社会形塑下的 这个不公同的地位 弱势的地位本身 是不是才是打破弱势的开始 感谢 感谢正方二变 有请反方三变 对正方二变进行质询二环节 先呈行一个口误 我方一变刚刚举证的是 瑞典是先说配额制 他说在指导用词里面说 不要用女性优先 我想确认一下 您方又打算告诉大家 在现在的场域当中 大家一般在用女性优先的时候 是在怎么用的吗 比如说我方跟您举的 今天在中国妇女发展纲要中 优先制定妇女的 女性的发展纲要 这个意思就是指 我们要把女性放在 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 那是女性优先 还是优先制定妇女的纲要 我们有一个双引号 女性优先这个词怎么用的 所以我方跟您举的 就是女性优先 在当代的精神内涵的外延 我听到您方在一遍里 也反对女性优先停车位这些 对吧 那是因为她没有体现 女性优先的精神 恰恰是忽视了女性的感受 这是不是证明 这是不是证明 现况下 在我们制定这些 女性优先停车位也好 女性优先这个车厢也好的时候 其实用法跟您方所主张的 其实是不一样的 不对 我方跟您解释的是 这个政策本身 体现的恰恰是对女性的不尊重 因为她天生认为 女性司机就是更不会开车 所以女性停车位才会这么制定 她恰恰是歧视女性 而我方跟您觉得 所以你方觉得 我们要改变女性优先的定义 对不对 不是改变女性优先的定义 而是她没有贯彻女性优先的精神 所以我方跟您举证的 无论是广州的厕所革命 还是西安的这个 对女性的这个减刑 所以女性优先的精神是什么呢 就是优先考量女性 让女性拥有优先选择权 我想确认一下 在过去说尊重女性 其实是精神 是说我是男性 我要优先照顾你 没有错吧 您方指的是贵妇时期那个部分 是指男性应该优先给女性 让座位或者是开车门等等 这也是体现了 对女性的一种提前的尊重 对这是因为 这是因为我是一个天生的照顾者 你是一个天生的被照顾者 不是因为你是天生的照顾者 而是因为要尊重女性 对我想确认一件事情 对我理解男女 在后天的建构之下 是有弱势和强势的 但在先天之上有差异吗 我方恰恰是认为 要通过后天认清女性 在行诉下的弱势地位 才能破除这种刻板影响 你们又回答我的问题 在先天之上有差异 在先天上我们认为 要实现男女平等也是平等的 对太好了 要实现男女平等 我最后问你一句话 既然在过去 大家那么普遍的语词里面 用女士优先 宁方都觉得用错了 为什么我们干脆 放弃女士优先这个词语呢 不是用错了 是宁方没有举证 大家到底是怎么用的 我方已经举证了 宁方说她用错了 我确认一下 比如说像在欧美很多国家 我们现在不用女士优先 用after you 这是不是一个进步呢 不是 那按照宁方的观点 女性听说 我也没有用女士优先 这四个字吧 所以今天after you 是不是也可以有别的翻译方式 深圳那个叫女士优先车厢 我问到这里 好 感谢 感谢双方变手 在本轮环节结束后 正方时间所剩9分19秒 反方时间所剩9分16秒 下面有请反方二变 进行陈词二环节 谢谢主席 我们不要卷 这个世界存在着两种女士优先 一种是像对方讲的 说我对女性好 叫做优先对女士怎么样 还有一种女士停车位 女士优先车厢 她们也本着对女生好的精神吧 对不对 这也是她们一开始的动机 没有错吧 两种都要讨论 可是最吊诡的地方在哪里 最吊诡的地方是从对方的这个女权主义者出发人 她根本不会用女性优先这个名词 因为这个名词它本身是代表着一个时代的含义的 这个女性优先打着双眼号它是什么 它是Ladies First 这个词在国际社会里 在西方社会里 它是什么意思 它是过去对女生的一个刻板印象 一个弱势 不管是剑桥 BBC 甚至是联合国 联合国直接说了 我们推崇 我们推崇叫什么 性别配额制 但是我们不提倡用女士优先这个表述 女士优先这个词就是这么的简单 包括宁方举的这个性别配额制 它一开始来自于哪里 2004年的瑞典 它那个时候出了一本纲要 叫做什么 它里面有一个章节叫做International Translations 讲的是性别配额这个制度 要在其他的地方 怎么本土化的传播 特地提到的概念 我们要讲多元平衡政策 我们要讲性别平衡政策 我们不能讲女士优先这个词 因为我们考虑到那个人的感受 再来 宁方告诉我说 我方的这个视角的观念 已经在这个现代不流行了 我觉得不是的 女士优先这个观念 仍然在脏代 以非常多的诡异的形式 存在在我们社会当中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好了 电竞这个电玩少女 对不对 这个男生要带女生打电动 男生觉得女生应该打一点 这个有游戏体验的位置 男生给女生选了个辅助 因为辅助他如果打崩了的话 他可以去其他线帮人 对不对 那在这个时候 本来都是两只手 两个一对眼睛的 这个男士和女士 男生可以疯狂补到锻炼技术 女生这个时候就不行了 既差异就这样产生了 男女的差异就这样产生了 宁方今天尝试用一个 塑造出这个男女差异的方式 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方是觉得非常的荒谬的 我方今天情绪一点 有点不好的原因是因为 当对方提出了 我们今天要坦诚点聊 我们今天要讲 平权政策的价值观 但对方提出了 强威少年和女士 这样子对比的时候 他说强威少年不是正常人 我们女士要比男士 今天讨论的题目是 性别平权 性别平权的意思是什么 所有的人都要讨论 为什么像我这样的人 为什么像场上 作者的有些观众人 他们不配进入 性别平权的议题 你方认为 阴南上只有女士优先 有志于性别平权 你方觉得我们要保护女士 我方觉得这才是 对性别平权最大的不尊重 谢谢各位 感谢反方二变 有请正方三变 对反方二变 进行质询二环节 好 谢谢主席 有请对方便友 第一个问题 劝一下您方的态度 您方是觉得 优先这个词不好 还是单独不让女士优先 女士优先这个词 本来就有历史脉络在里面 不要用这个词 我问的是态度 您方是在否定 优先这个词 还是单独女士就不可以 我方都否定了 我方觉得补偿 他本身不能算作一个优先 好 没有关系 那我们知道 当下政策中 对于君属 在各个国家 都有优先政策 您方的态度是 君属褒奖他们有问题 为什么可以优先呢 这个时候 褒奖他们呀 不会形塑 他们在社会上 更为弱势 更应该偏倾斜 你不担心 其他的群体 产生嫉妒和愤怒吗 为什么 他们对我们 做这么好的事情 我们为什么要嫉妒 好 没有关系 你不觉得 第二个问题 今天我们 歧视精神的起源 在过去 因为英国那个世纪 服装非常的复杂 以至于女性 行动上不太方便 所以我们照顾它 对吧 我方的意思很简单 男权和女权 都会想要对女性好 他们延展出来的行为不一样 而女权注意久 不会用女士优先这个词 这个社会背景是这样的 对吧 对 好 那我们来看看 女性在当下有没有不便 您方的第二个点叫做 我得到 我本来应该得的 就不叫优先 对吧 我觉得补偿不算一种优先 补偿不算优先 可是如果这个社会告诉你的事 这本不是你的哦 那这个时候 我争取我的资源 为什么不叫优先 这叫补偿啊 争取你应该要得到的补偿啊 可是你觉得是你该得的 这个社会不这么觉得的时候 以谁为标准呢 你好了 但是仍然是补偿啊 对 所以我们要来看的是 这个社会现状到底是怎样的 第三个问题 今天您方说 在男女平等上就可以做到 请问 我们知道在职业上啊 我们经常招聘的时候 就会遇到对性别的歧视 您方男女平等的口号 是如何做到的呢 我方说多元化政策 我方不说男女平等 能举个例子吗 奥斯卡多元化新规 所以今天我们告诉大家 招男招女一样的时候 你具体采取什么政策 保证大家女士陆入 多元化新规的意思是 缺少代表的人要背进去嘛 我们不要用女士优先这个词嘛 就是也是要固定陆入女性 对不对 不是啊 如果是同性恋缺少代表 就是同性恋 如果是女士缺少代表 就是女性 没有关系 你为什么觉得只有女士 因现在这个有助于平权 别的东西都不再是了 我方反对的就是 女士优先这个词啊 没有关系 我方觉得如果少数群体 如宁方一样期待平权 也可以进行相应的政策 所以聊回女性的问题 宁方的具体政策是 不对 宁方一边的态度就很简单 你们女士优先在解决的 只有男女两件事情 强威少年这样子的事情 你们不打算解决 可是在我方的多元化新规里面 可以被解决 您误会了 今天我方说的是 这个题目在聊的是女性的劣势 所以期待宁方继续解释 在宁方的那个体系里 是不是要把资源固定的 向女性倾斜 以及为什么这种情况 宁方就坚持不叫她 女士优先带来的弊端是什么 我的质询结束 谢谢 感谢双方变手 在本轮环节结束后 正方时间所剩7分01秒 反方时间所剩6分51秒 有请工作人员收取分表 接下来进行战术暂停环节 在本环节双方可各派一名教练 上场指导 此环节单独计时 时间为三分钟 时间到 请双方停止讨论 接下来进行质询小节环节 有请反方三遍 好 谢谢主席 其实对方三遍 说到最后已经露线了 为什么 他说这是一道女性议题 不对 这是一个性贫议题 对方四遍讲说 我们现在国家政策 讲优先给女性制定政策 不对 我们应该优先给性别平等 制定政策 今天宁方问我方 为什么这么在意这个语词 其实宁方也想要修改 这个女士优先的定义 应该怎么做 对不对 因为我们同等认为 语词它是有力量的 然后一遍稿告诉大家 去接受了性别 在那个环境里面 看到了太多 人词性别歧视的话语 在这种情况下 他自己 在自己这个过程中 就会被其归训 无论你认可他 还是不认可他 在这个地方 对方唯一的攻击是说什么 说那你这个 人词的性别歧视 是女性优先吗 我们这边 有一份这个报告 他在定义人词性别歧视 举的例子 就是对女性 像如妻子母亲保母般的尊敬 将妇女浪漫化为 异性恋的对象 以及相信男人 有保护妇女的义务 这都是歧视精神 这都是绅士风度 而这都是 今天我们这个女性优先 她背后的所指 这个时候对方说要改 对方说不对 女方应该要把这个话语 整个的放弃掉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无论如何 你去告诉大家 女性优先的时候 他们依旧这个语词后面 有这个 有这个绅士风度的烙印的时候 依旧在巩固父权制 男人先天是保护你的人 女人是先天的 被保护的人 在这种性别的刻板印象之下 他依旧在加剧 我们今天男女性别不平等 可这还不止是这样 我们今天看到这个题目 是一个性别一题 我们要看到的是 更多的性少数的群体 玫瑰少年叶永志 他是一个 有着不一样性别气质的男生 可是在传统的性别气质里面 你告诉他们 你应该是要变成一个 阳刚的人的 你应该是要变成一个 保护妇女的人的 所以当你变得 性别气质 有一点不一样的时候 我们他在学校里面霸凌至死的时候 就是我们会看到 今天宁芳当然可以说 至少女士优先这个政策 哪怕加剧了一点 在意识上的性别不平等 好歹可能给妇女带来了一点 仁慈的性别 其实有一点仁慈吧 可这 第一 他已经是对妇女不平等 进一步加剧了 更何况 他的这种性别歧视 性别刻板印象的建立 对于那些性少数的群体 又是何等的压迫 更何况 就算妇芳今天真的能够洗脑 让所有人接受 女士优先 没有背后那一套所指 今天你只强调女士 不强调所有的 其他的性别 我们要知道 在这个社会 有话语的时候 它有一个slogan的时候 有一个口号的时候 你说出来的东西 没有 你没有说出来的东西重要 当我们说 如果我们只说 all lives matter的时候 你听不见的那个声音 叫做black lives matter 当你说女士优先的时候 你听不见的声音 叫做所有的性少数 它们都很重要 谢谢各位 感谢反方辩手 有请正方三变 进行质询小节环节 好 谢谢主席 诚然像宁芳说的 少数群体 在这个社会 也面对了很多的困境 宁芳的愤怒 我方都能理解 因为女性 也面对了相同的困境 可是宁芳今天的态度 让我非常非常的失望 因为宁芳试图 引入更多的问题 来搅乱这一谈 女性本来面对的困境 我方不理解 今天宁芳对女士优先 这个词非常非常的反感 原因是什么 你觉得是一种补偿 就不该叫优先 可是大家朴素地理解一下 什么叫补偿 不就是在这个社会环境下 在这个现实下 补的不是你 资源给的不是你 是我 这就够了 所以我们来聊的是 今天一个打引号的 女士优先 这背后的精神 我们更多地 优先地考虑一下 女性在这个社会上 有没有不公 有没有应该被照顾到的地方 这个精神到底有没有错 今天在这个精神下 宁芳给了一些政策 比如说车厢 比如说停车位 宁芳告诉我 这些错的政策 也没有带来平权 也引起了女性的反感 但宁芳需要约论证两点 第一是 为什么这个精神引导的政策 就必然都是错的 第二个是 为什么这些错误的政策 真的是在为女士优先 以女士为导向来考虑吗 我方今天都没有听到 最后一点 宁芳告诉我 很可能是善意的歧视 而善意的歧视 女性会习以为常 我方不理解 你为什么要把女生 解读成一个 连社会对待你 到底是歧视还是公平 是照顾还是偏袒 都区分不出来的生物呢 我相信 如果今天宁芳举出一个 歧视非常明显的政策 比如说停车位 今天女性的技术 就是超越不了其他 女性会反感 哪个女生就这么习惯了 我方不理解 所以到目前为止 我在宁芳这里看到的态度 都是对女性的误解 没错 宁芳今天引入了 很多少数群体 我想分享一个 我前段时间看到的新闻 非常生气 在网络上有这么一组漫画 非常非常的火爆 它描绘了一个 很恐怖的世界 拿女性的很多生理器官 去来建设 这个城市的基础建设 这个世界只有一种人 就是男人 面对这样一组漫画 竟然在全世界 被翻译成不同的语言 贩卖 流通 还美其名曰 创作自由 更可悲的是 哪怕女生对她不满 哪怕女生感到心寒 甚至不敢用 侮辱女性的口号 来骂她 为什么呀 今天你能不能考虑一下 女性的优先 今天你能不能在 平等自由 在宣扬所有的 创作自由之上 关切一下 女性作为这个世界上 近一半的群体 她们是会难过的 所以今天当宁方 用其他很多的议题 试图来扰乱 我们关注于 这个社会上 无论在防护服 在药物测试 在安全测试 在等等问题上 对女性的不照顾的时候 麻烦先把女人 当成一个平等的人 来关爱她 这样的关爱是有力量的 而不是歧视 以上 感谢双方辩手 在本轮环节结束后 正方时间所剩 4分05秒 反方时间所剩 4分01秒 有请工作人员 收取分表 接下来是自由辩论环节 有请正方先发言 好 谢谢主席 确认一个态度 您方对于这个 引号女士优先下 我方提出的 所有精神内核都认同 您方单纯觉得 别用这个词 对不对 对 对 对方便有 你讲的所有东西 你刚才自己承认 所有你不要用的例子 全部是在认证了 我方善意的性别歧视的那个点 而这个词本身 如果是一个坏词 就千万不要用它 这个词为什么是一个坏词 第一 它背后有你所担心的那个内涵 第二 这个词背后 已经把玫瑰少年家人排除在外 因为二元的性别对立里面 性别议题里面 弱势的只能有谁 可能只有男跟女啊 就只有弱的女人啊 那些第三性别人 LGBTQ呢 你看不看它 不会排除在外 优先制定女性发展纲要的时候 也会优先制定儿童保护法 所以我问您的是 您到底是讨厌这个词 还是讨厌这精神背后的政策 两个都讨厌 这个词语 它背后所带的那个所指 是歧视精神 宁芳口口中说是尊重 可是我们随便想想 在18世纪 那个最提倡女士优先 最尊重妇女的时代 也是最父权的时代 它那个尊重 真的是我们今天 宁芳口中所说的尊重吗 所以在你看来 他们当时对于贵妇的态度 是蔑视吗 他们虽然表现上是这个仰视 可是实际上 实然上是蔑视 宁芳一变完了一个行为艺术 不恰恰证明了 宁芳在讨论 女士优先有助于性别评选 这个话题里面 只有男和女 看不到强威少女吗 为什么我们不可一起 大家一起上前走呢 对 是啊 我方先给你解释一下 就在这个议题下 我讨论的是 如果女性的权利得到了平衡 那有助于 但是宁芳要向我论证 女士优先怎么妨碍了 宁芳性少数群体的权利伸张 怎么妨碍了 刚才已经向您说了 因为他提出只是女士优先 当我们听到某一种固定声音的时候 其他的声音 我们因此就看不到了 回应您啊 为什么既然宁芳所说 女士优先那么好 反而在美国加州大学研究中 指出所有的女权主义者 都非常抵触 女士优先这个词 那当我提出 君属优先的时候 难道我就不关注 煤矿工人了吗 对方 变友 一开始就跟你讲过 背后内涵是不一样的 你自己在理论中 也完全承认 女士优先的内涵是这个 然后你再拿两个内涵 不同的东西来做类比 没有任何意义 我现在告诉你就是 性别平等 你这要提属于所有人 不要只看到女性 看到我们这样的女性 就觉得你是弱者 还有很多比你更弱的弱者 不要把她排除在外 好 那我先解一下 我看到了君属优先 既然不妨碍我看煤矿工人 那我看到了女士优先 也就不妨碍我 同样去支持性少数者 这个问题真的 我们可以待会再聊 我们先聊回来 您方觉得 在这个女士优先的政策之下 出现了一些偏差 这些偏差是不可扭转的 其实女人蠢到 没有办法分辨 是吗 完全就是如你所讲的 她就在建构这个体系 女人不可以扭转 是因为你把 明明是补偿的东西 告诉她 这个是女士优先 补偿就是补偿 战争赔款就是战争赔款 讲成慈善捐款 对 男人会更愿意 掏出来一点 可是你要用这个方法 来骗女人吗 对 战争赔款 在一笔国家的资金中 我优先把这个资金 拨给战争赔款 这就叫优先 所以在当下的政策中 我们是不是就应该 把先一部分的资源 倾斜给女性 中方朋友 你要解决后天的结构问题 您方也要看结构 那结构上 我方也就给您方取证了 告诉你 因为她如果是认同了 仁慈性别歧视 她就会更认同 您方所说 所有我们今天看到的 性别歧视 这部分有资料 您方只是质疑 对不对 因为仁慈的 性别歧视的 歧视的部分 你没有论证 但是你承认了 我方的仁慈 我不懂啊 我这个资料 已经写得非常清楚了 我进一步跟你说吧 您方觉得 像歧视精神 那个背后是 尊重贵妇人 对 养尊处优 把你养在家里 像我之前有个辅导员 对所有的女生说 你不要去担任 那么多辛苦的工作 不要去当班长 你就清闲一点就好了 结果过一段时间 等她们毕业了 发现呢 一边男生得到了锻炼 一边女生没有得到锻炼 在这种之下 是不是才是建构 今天不平等的 结构的一环呢 所以我确认一下 在您方态度下 老弱病残优先 我们所有这些政策 不该干 对不对 老弱病残优先 这个词 现在已经没人提了 我们可以看到地铁上 老弱病残 专座已经纷纷改成了 爱心专座 有帮助的人 正是因为这个语言 会带来某种 歧视上的误解 一种观念上的 一种对于这些人权的矮化 所以才会在改这个语词的 这就是语词力量 没关系 您方刚刚举了 一个圈养的例子 您方觉得当今女性 辨别不出来的论证是 辨别不出来论证 就是这份资料 已经给你举了很多次了 我今天问您 今天你如果按照您方所说 这个作为一个口号来讲 那为什么不能 既说All last matter 又说Black last matter呢 如果辨别不出来的话 女性停车位 是怎么变成爱心停车位的 所以就是辨别出来了 你的用词的伪善之处 才变成了爱心停车位 所以这是一个烂词 你就不要一直用了 对不然你正在搞行为艺术 你举了所有例子 都在论证 我发个论点 就是因为辨别出来了 所以女士知道 当你让我优先选择的时候 我会选什么 所以接着往下聊 宁方今天依然觉得 如果我们帮助了女性 就没法帮助其他人 那妇女儿童保护法的时候 帮助了妇女 帮助不了儿童吗 都没有 宁方这个真的 因为性别议题 是属于我们女人的议题 对方便有 非常诚恳地跟在座大卫 各位道歉 我刚刚只是 我也是一个在逐渐 去除内心刻板印象的人 可能一直把性少数群体 和正常人对立起来 那我现在改口 性少数群体和其他群体 可以吗 我最后就问你一个问题 女士优先这个词 这个slogan 放弃掉换别的 为什么不好 我方认为没有必要 因为今天这个辩题 不是像我们聊 一个语词 有没有助于性别平均 而是一个语词背后的东西 和一系列的政策原则 有没有助于性别平权 对 这就是为什么 今天这个女士优先 要加上括号的原因 是她的内涵也是流动的 而您方今天 只用一个刻板的印象 不知道为什么 您方可以完成 您方论证 而我方无数的逼问 也是要问您 为什么今天我保护 未成年人的女性的时候 我就不能保护所有女性 为什么今天 性少数群体的平权 和女性的平权 一定是对立的 它一定会妨碍到 您方论证过一次吗 孔子是奴隶时代的时候 提出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她也没有把奴隶当人 可是在今天这个时代 我们使用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的时候 是不是基于这个民主社会 在聊这件事情 所以如果您方 完全不看时代的发展 以及它内涵的演变的话 您方需要论证 您方的讨论有什么意义 以及如果她的时代发展演变 以及女人聪明到 可以知道自己优先选的时候 该选什么的时候 你为什么要反对 而如果您方今天 真的只是讨厌这四个字 我们可以根据民意 不把它张贴成大字报 而现实是 当堕胎大多数是女婴的时候 我们切切实实地 会在外面贴上 丢弃女婴才是 丢弃女婴才是残害生命 这种资源的心结 不就是关注现实中的不公平吗 而您方唯一的担忧是 女性区分不出来 这是善意的歧视 可是为什么今天 女性要对女性 停车回说say no呢 那是因为女性能够判断 哪一个是真正秉持着 尊重我的精神 做出来的女性优先的角色 哪些不是 对 所以我们在看到 今天我们看到 女性面临着这么黑暗的现状 您方告诉我说 你不要就谈女性多么惨 你要看到所有人都很惨 您方不是在搅浑水 是在干什么 对 所以今天不是 我方在行为艺术 我方是用一个又一个的实证 回应我方 立论最后的那第二个问题 你到底反对的是这个精神 还是有些适当的举措 如果你反对的是举措 我方已经充分拿出自己的诚意 向你证明我们做得对 谢谢 再次感谢双方变手 有请工作人员收取分表 最后进行总结陈词环节 根据赛前抽签的结果 首先有请反方四遍 有请反方四遍进行麦克风测试 喂 麦克风测试 请问可以听到吗 声音没有问题 请发言 好 谢谢主席 打到最后 必须从头到尾很清楚的 帮助裁判们能够试图去敌清 知道比赛中完全的东西 我们从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双方就达成了非常坚定的共识 对 他脱胎于歧视精神 对 他脱胎于这种 我应该要保护你的东西 所以我才会说 对方真的在玩行为艺术 因为你在举出种种那种 被你摒弃掉用了不好的例子的时候 其实就是我方点一里面举的例子 而你方没有举出任何时政来对抗的时候呢 其实这些例子在我方的善意性别 其实中已经完全的全部成立了 这些例子在实然中 在现实生活中的体现 恰恰就表现了 当那些男人们觉得 你总要从我身上学点什么 你是值得被保护的那一方 我需要给你额外的优待的时候 对 我方的点一 已经在这个状态下完全正成了 而另一方说 你可以带来任何的优势 事实上直到最后这个自由变的时候 你才说有一些可以出生率 有一些可以改变的地方 可是问题就在 有方在一开始直选的时候 就非常清楚告诉你 补偿就是补偿 一件事情该这么做 就是该这么做 不要把它讲成是优先 当你把它讲成是优先的时候 你再给大家一个错觉 你再告诉男性 你很高尚 你很爱 你很保护这些女人 你再告诉这些女性 你看社会进步了哟 这个社会真的很棒棒哦 你从中得到了很多 你本来不可以得到的东西 可是事实不是这样的 你拿到的那些东西 是你本来应得的东西 没有人有资格跟你说 这个东西是我给你的 补偿就是补偿 任何一个不想要立正挨打的人 都没有真正意识到 性别平权的桎械产生在哪里 性别平权的障碍在哪里 阻碍我们往前走的那些人 究竟是谁 最后一件事情 平等 你方想要讲 无非就是说可以多生一些孩子 可以多生一些血 可是平等从来都不只是利益 平等最重要的东西是观念 在美国 种族主义那么多年过去 到今天都没有完全的完成 这个种族的这个平等 为什么 因为表面上我们可以一起投票 我心里还是有抹黑脸 还是有吃西瓜 还是有炸鸡 还是有DN word 因为我心里面还是有 你所要使用的那个语字 你所要用的那种讲法 背后带来那种很明确的暗示 所以当我那样女士悠闲 我给你开门 甚至我把配额制扭曲成那个样子说 我可以让你进来念书的时候 我都会在一遍又一遍的告诉你 你是这个社会的富庸 你是这个社会的第二性 如果今天没有我这么善良大度 帮你把这个康庄大道铺好 你永远别想坐在或者站在你今天站在的这个地方 而事实上我方从一开始 也到最后非常想要讲一件事情 就是这道题 您方从一到四完全都有一个理解性的错误 我相信可能你不是理解性错误 你只是出于遍体的持绑 你必须要这样讲而已 这道题不是一个专属于女性的题 性别平权议题是属于所有人的 而你所要想讲 我可以讲女性优先 我可以讲别的优先 可是重要的不是你说出来的话 是你没说出来的话 别的优先这件事情 在你以性别二元论认为 被压迫者只能是女性 压迫者只能是男性 只要我解决这个问题 那理论上应该一切都OK的时候 你就在堵住了性别平权那条路 我其实已经跟你讲过了 我的境遇跟叶永志的境遇是完全有差别的 我绝对不会白目到说 我比他更需要优先 而这个时候你所做的东西不是补偿 你不是进一步的能够去加一个东西 当你在讲双向的这个二元性别对立的时候 你早就忽略这个光谱中间 有很多人 他们在同时被双向的打对立啊 你方讲J&D国 我要讲个比你更敏感的东西 成都MC浴场 成都MC浴场出现的时候 很多那些平时一直在转发 各种女权议题的女孩子们在下面说 同性恋就不是正常人 同性恋就不应该要孩子 同性恋的欲望怎么可以接受承认 你可以对MC浴场有非常多不一样的看法 可是这些看法都不应该延伸成为 你对性少数群体的这些可怕的概念 可是当我是正常人的时候 当我可以享受优先这个议题的时候 好像我就多了 可以这么说的勇气 这才最可怕的地方 一边转发J&D国 一边说同性恋不配回到这个世界上 中国还好没有同性恋婚姻合法化那些人 真的你们才要真是去减醒自己 女士优先是不是真的一个性别平权的话语 谢谢 感谢反方辩手 有请正方四边 好 谢谢主席 再次问候在场各位 对方今天两个问题 第一他觉得这是一个巩固父权制的词语 唯一的论证叫做 他脱胎于一个那样的分件时代 最后己所不欲物事于人的例子 举给你的时候 对方四边并没有反对我 那我姑且认为 我们认为一个脱胎于以前的词语 在新时代可以有它的解释 第二个问题 也是我们今天 我说待会儿要和大家聊的 那个性少数者的问题 今天宁芳说 我们为什么要说黑命贵呢 为什么要特意强调它 你知道在强调它的时候 有多少脚活神的人会站出来说 你知道亚裔人在美国过得更惨吗 你知道那个在欧洲 被难民强奸的白人妇女 她更难过吗 你这不是在搅昏水 是在干什么 我们再聊一件事 一码事归一码事 好 如果你不能接受这个解释 我往下讲一层 你有没有想过 性少数者和女性 同为这个社会当中 被压迫的群体 我们本来是共同体 今天您告诉我说 今天你 只强调你的议题的时候 你有考虑过她怎么想吗 我有考虑过 如果今天女性 可以拿到自己的生育自由 而不被当成一个 随着年龄增长 就在腐朽的子宫的话 那男同性恋 看到我的自由的时候 会不会觉得 她的自由也不远了 因为这个社会 在向着一个更包容 更自由的方向前进 第二个问题 一方说成都玉城非常好 今天成都逛了 很多个酒吧的女孩 她在接受荡妇羞辱的时候 每一个性少数群体 背后也会瑟瑟发抖 可是如果今天 她不必接受荡妇羞辱的时候 是不是每一个 经过成都玉城的男生 也会觉得 这个社会在往一个 更加包容和多元的方向前进 我也感受到了 所以我也可以期待 我的平权尽快到来 所以这个词语 到底是给她们带来了压力 还是给她们带来了希望 女方从来都没有认证过 回到我方 女方今天一直在说 女方好行为艺术 我举了好多 根本就是我方的例子吗 不是 我更愿意把它称之为 预设反驳 因为我方在拿到 这个题目的时候 就感受到 我们不像是一个正方 更像是一个反方 因为我们要回应 这个社会当中 大多数对我们的质疑 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点 就是大家不相信 当你给女性 优先选择权的时候 他们能选对 所以他们一厢情愿地 给你提供了 女司机就是车技叉嘛的车位 而我们最后 把它扭转过来了 是不是意味着 我们自己可以去肃清 女士优先 这个议题下面 我们应该做什么 所以给我们一点信任 好吗 最后一件事情 给大家讲两个故事好了 因为这也是我 坚持打到负财 非常想要实现的愿望 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我自己今年疫情的时候 在武汉分闭了79天 然后我家小区 每天都会有 救护车的声音在回响 我每天可以看到 很多医护姐姐 进进处处 所以我一直很想 为他们做点什么 所以当我后来知道 卫生巾变成了一个 非常紧缺的资源的时候 我想要去捐 然后想去帮助他们 可是你知道 拦住我的 居然也不是什么 其他的压力 就是大家会认为 有必要吗 甚至有一些卫生巾 会被男性的医生 拿去当要不适用 因为他没有办法理解 这是你的必需品 那一刻 你知道当后来 这件事情 全国都知道的时候 他们才终于意识到 原来这些是我们 英雄的医护姐姐 他们连最基础的 保障都没有 所以那个时候 我真的不管辩论 有没有给大家 带来更多的力量 我想对这件事情 跟大家说一句 就是 可不可以不要等女人 变成英雄之后 你才去意识到 他们也是人 可不可以不要等女人 变成尸体 变成那个统计意义上的 那个数据的时候 你才意识到 天哪 中国每年有三千万的女婴 她们死了 在这之前 你能不能就先意识到 虐杀女婴是残害生命 我方的诉求就这么简单 对方也不敢承认 最后一件事情 今天大家看到 我们可以平等地站在这里 跟对方的男生讨论 跟三个评委学长 诉说这些故事 你就觉得 我们好像平等了 不是的 今天我可以站在这里说话 源于极大的运气 因为我在出生的时候 妈妈没有吃转胎药 把我变成男孩子 我没有成为那 三千万被堕掉的 女婴之一 我在受教育的时候 在中国这样一个女性文盲 占到了百分之七十的国家 我没有成为一个文盲 我上到了一个好的大学 我接受了好的教育 我今天才有平等的资格 站在这里跟你说话 你以为我们是平等的吗 真的不是 我花光了所有的运气 才有幸站在你的面前 这是我能想到的 最温柔的 对各位的控诉了 谢谢 感谢正方辩手的总结成词 至此比赛环节已全部结束 有请评审填写 并上交第一轮印象票 有请工作人员收取分表 下面将公布第一轮印象票的投票结果 丁冠宇先生印象票投给了正方 罗淼先生印象票投给了反方 梁秋阳先生印象票投给了正方 第一轮投票的结果是 二比一 正方暂时领先 现在有请各位变手退席 有请各位评审一步台上 就坐于锁头印象票的一方 现在有请各位评委 给出锁头印象票的原因 首先有请梁秋阳先生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感觉 就是这场比赛呢 第一是作为一个主办方之一 我深刻地通过这场比赛 意识到如果之后 新国变还要涉及这些 更多涉及大家 政治道德光谱判断的题目 那评委的判准两表上 可能不光需要对辩论比赛的 裁判准则进行评判 也需要对他们本身 个人的政治立场和道德偏好 事先给出交代 来方便参赛选手作出参考 我之所以这么说 是因为待会在讲评的过程当中 我会介绍 我在听比赛的过程当中 时而感受到了一些 令我自己不安的困惑 第二件事情也确实开个玩笑 确实是最后 思汗在结辩的时候 我有感觉到一些愧疚 虽然我觉得这个愧疚 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好像我总 我作为一个男生 天然背负着一些历史的罪孽 然后确实 我个人虽然对 对女性变手没有任何的偏见 甚至可能说有些偏好 因为教我打边论的是师姐 但是确实 当她在说台上几位的时候 我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下 我们现场观众的性别组成 以及我们新国变评委团里面的 性别组成 对 然后那 我也只能相对来说 中立和乐观地说一句 那期待像正反方四变 这样优秀的变手 很快反正会加入进来 所以也不用太担心 这件事情肯定是会不断好转 好 我讲下这场比赛 我听到了东西 我其实非常非常喜欢 反方的立论 然后就是阐释学 结构主义 能指和所指 是非常非常有解释力 也很有深度的 他们讲的三个点 第一个叫做 这本身这个词的原点 女士优先 Lady First 在歧视精神里面 是一件变相的歧视 对 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谐音梗 也非常像英伟学长的偏好 歧视精神背后的歧视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对你的照顾 我对贵妇人的宠爱 很多时候虽然看起来体面 但其实是把你当成一个 一种大号版的金丝雀 对 就好像我们去看 十八十九世纪 法国作家的小说里面 对于什么德拉木尔夫人 红与黑 然后或者是那个 我有点不记得 吕西安乐万 那你会发现 他们也对于贵妇人的态度就是 就是我崇拜你 可是我对你的崇拜 是为了彰显我自己 对 我对你的崇拜 是为了彰显 我多么有欣赏美的能力 以至于我能欣赏你 那至于真的遇到了权力斗争 和铁血征伐的时候 我倒不是看不起你 我是眼中根本没有你 所以反方的第一个点是 援引原点告诉我们说 这个词天然就是一件 很糟糕的事情 至少在现代看来 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 而它的所指本身 就是指的这个 那第二件事情的是 那既然这是一个 很糟糕的善意的歧视 就是它是一个 温情包裹着的 鄙夷和一种高度的话 它会导致很多的女生 对这件事情缺乏辨别能力 而它举出的数据 是由很多的国家 一旦你善意的歧视变多了 你恶意的歧视也会变多 而不管是哪种歧视 它最后的结果 都是让女性降低自尊 就是它会把 你需要被照顾这件事情 掩藏在每一个 看似彬彬有礼的 行为的前提 植入你的观念之中 有点像你去公司 当你发现 所有人都默认 只有你不用晚上 留下来加班的时候 你就会感觉到 我好像确实 是没有这个能力的 你就会接受这件事情 这比我直接告诉你 这个观点还可怕 因为我直接告诉你 这个观点 你是会反抗和逆反的 你会觉得 凭什么我是这样的 可是我不告诉你 我所有人当成理所当然 它就会变成空气和土壤 好 这是一个 如果 就是反方的第二层 就是如果我们 习惯了这个东西 我们会从善意 走向恶意 从温情 走向撕破脸 然后 第三件事情 它讲的是 而这个词本身 还具有语词上的缺陷 就是它天然会引导我们 去忽略 在性别议题中的别的东西 比如说LGBTQ 所以呢 他认为很多时候 就好像我们在讲 那个BLM的时候 我们不能讲ALM一样 就是我简单 我不知道我没有这个资格 简单做下科普 待会关于肯定讲得更透彻 就是在今年 黑人弗洛伊德 被扼杀窒息的过程当中 后面发生了 就是美国发起了 Black Lives Matter的这个运动 黑命贵 黑命攸关 那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 我非常喜欢NBA的球员的 还是老板 他是一个白人 然后他被他的队友拉黑了 就因为他队友在问他 这件事情的看法的时候 他含糊其词 他认为 他说我认为每一条生命都很珍贵 然后黑人球员纷纷转发说 我就知道你不是什么好人 因为在他们看来 在这种时候你还去 看上去是说一句很公正的话 但其实就是拉偏价 所以反方的意思是说 女性优先除了在男女 这个框架之内是不好的 在一个更大的性别议题框架内 也是不好的 这是他们的三层框架 这三层框架 基本上在我看来都是成立的 都是成立的 因为其实这间双方 没有打到太在一个层面 因为大家举的 共同踏伐的对象都是一样的 OK 那弹幕上对这场比赛 有一些善意的批评 叫做正反双方一起打拳 那我相信大家可以理解 是什么意思 也不用太在意 好 正方的观点呢 主要在我看来 其实讲的是一件事情 那件事情也很简单 就是女性受到了一些歧视 然后我们现在在试着频繁 他们比较像是用某种方式 把这个变题的命题重复了一遍 正如同他们在 理论和解辩师徒 跟我们讲的是因为 这件事情听起来太过顺理成章 所以他们主要做的工作在于应对 在这个简单的同意重构之后 需要面对的劫难 第一重劫难是反方提出来的 那这个词 它的血统不太纯正 不够根正描红 已经不适应这个时代了 反方举出了瑞典04年的 那个International Translation里面的案例 说我们现在已经不用这种讲法了 我们在奥斯卡还是什么 还是好莱坞都叫做多元规约 就是我们只是会补偿那些 就应该叫做缺少代表者优先 好 这个时候呢 正方在自由辩论的最后和截辩 都提到了一件事情叫做 可是出身 不完全代表这个词所有的含义 对 这其实也是一个很微妙的事情 就是一个词它的含义应该是 它所背负的历史的总和 而那个历史一定包括 无限趋近于现在的这部分 所以正方的意思是说 就像孔子提出 其所不欲物是欲人 也是在一个不把很多人当人的时代 但不妨碍我们在今天 把这个准则推广到所有的人 并且是本能地推广到所有人 大家在学到这篇课文的时候 也不会认为这个词就有问题 所以他认为我们有理由 在今天的语境当中 对女士优先做出修正 这里有一个非常非常微妙的 就是我个人认为 实质上的争议 它背后文化脉络的差异 其实不在于过去和现在 而在于中国和西方 对 就是因为在中国的汉语语境里面 女士优先这个词 其实历史并没有那么的苍老和沉重 所以我们在听起来的时候 并没有那么大的恶意和反感 如果你把它翻译成Lady First 它确实可能会背负很多东西 所以但是今天双方 并没有捅破这层窗户纸的情况下 就变成在互相比拼自己的诠释能力 到底这个词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 第二件事情是 如果我们确实像反方说的 变成了一种隐性的善意的歧视 确实是不好的 可是问题是我们会这样吗 这边正方试图给出一个第二层的诠释 他说在现在这个时代 女士优先其实不意味着 一切都让着女性 这种略带蔑视的谦虚 而指的是把选择权优先给予女性 女性如果有兴趣 她也可以选择先让着你 这件事情听起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至少在结果上 她完全可以支持正方的论证 就对照遍体的论证 就是如果给选择权是没问题的 在这件事情上呢 反方我没有听到特别明确的否认 反方的主要的否认 在一开始的时候可能还会揪一下原点 但后面也没有特别在这个地方揪原点 然后呢另外一层否认可能在于 他认为这个优先 如果只是补偿的话 就不叫做优先 就是如果他只是说 你原来过得没有男生好 我现在让你过得和男生一样好 董事会员有9% 现在你回到50% 甚至没有50% 只是36% 这怎么能叫你优先了呢 那这个呢 正方也举出了非常多现实当中的语境 就是所谓的军属优先 所谓的老弱病残孕优先 然后儿童保护法 然后我们优先主动制定妇女发展纲要 类似这样的东西 这很多情况下 这确实还是比较接近中国 或者说汉语语境和西方语境的差别 因为我相信 我相信这些东西 如果换一个语种 翻译到反方所说的那个地方 可能就是他们的那个表述 而且也很微妙 我其实特别好奇 就是反方专门提到瑞典那个指引里面 有告诉你说不要用女士优先 要用after you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是忘了 还是上面正好没有提到中国 就是我非常想 当时我就很想知道 那他建议的after you 翻译到汉语里面是什么 如果确实反方能够提出一个 比正方所说的 所谓的军属优先 妇女儿童优先 这样的一个更好的诠释 并且更有说服力 让我相信这才是对的话 也许我会在这件事情上 更多的倾向于反方 但我确实没有听到 于是又变成了 双方在没有捅破窗户纸的情况下 一方援引语词里面的一些 范式和传统还有历史 另外一方援引现实生活当中的 常识场景 进行语境诠释的比拼 好 然后下一件事情就是关于 那女性到底有没有辨别力呢 这件事情反方有两个观点之间 听起来稍微有点绕的地方 反方一方面要告诉你 女性应该是没有辨别力的 否则她们不会被善意的骑士骗 进而被拖进去 但是如果女性没有辨别力 那我们四个是怎么知道的呢 就是我们四个 为什么这么有辨别力 你们正方提出来一个 不太对的政策 我就能够发现她有问题 比如说老弱病残孕专做不行 要有点像爱情专做呢 这个地方的矛盾 一开始还不是很隐含 但是在后面自由辩论里面 体现得比较明确 就是确实在两个招风回合之中 反方给出了截然不同的回应 上一个回合还刚说 由于女性缺乏辨别力 她抵抗不了这种仁慈的启示 下个回合瞬间就变成了 你看女性还是有辨别力的 所以我 就这个东西还是有明显差别的 所以我们现在要用爱情专做 在我的耳朵中听起来 会非常非常的混乱 当然这件事情 对反方自己的论证破坏 没有那么大 更大的破坏 更多的只是说 它不构成对于正方的破坏 因为你已经承认了 女性是可以辨别出来的 我是可以知道 什么叫做老肉不弹运 我要改成爱情专做 我是可以知道 女士优先停车会有问题 我要改 以及当正方提出说 然后反方的最后一个问题 在于质疑在于 那我只提女性 会不会让别人有问题呢 正方分了两层回应 第一层回应没有那么强 但是比较提前 在自由辩论的时候 她问反方说 按你这种讲法 我妇女 优先制定妇女政策 我就没有办法 优先制定儿童政策了吗 我优先制定了 军属优先 我就没有办法制定 没逛工人优先的规则了吗 其实这件事情 如果再点透一点的话 就是如果从这个角度 单纯来进行 这种争辩的话 反方讲了 在正方的耳朵中听起来 你不就欺负人 同一时间 只能说同一句话吗 我没有办法把 就是像 就是怎么说 那B站跌鬼处一样 把无数个弱势群曲的声音 叠在同一个音轨的 同时两秒钟之内 然后出现一个 就是正儿欲融的优先两个字 我就不算是平等 因为你先说理一个 没有说另一个 而你没有说出来的 或者你后说出来的 比你说出来的威力更大 这是正方的吐槽了 包括正方到最后提出来 你觉得在搅浑水 就好像你们会不认为 在BLM的时候 我提ALM 是一件很冒犯 很奇怪的事情一样 他们会觉得 那些亚裔 在BLM的时候 去提ALM 就是Asian Lives Matter 是不是也很奇怪呢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会认为双方的论证 基本上都各自成立 于是下一个 特别特别简单的判断 就会变成 那到底谁的论证 对我来说更有说服力 或者我认为 谁的论证 应该更有说服力 在这里我判给正方 是有一点不安的 这个不安主要来自于 一件事情 就是我负责任地告诉大家 我认为应该坦诚 这件事情 判决两秒里没有问 但是我应该坦诚 就是对于 以我的常识来说 我不认为我是一个 非常顽固的保守派 但是我说这句话 依然诚惶诚恐 就是当我听到 有非常多人在抨击 在那些黑人游行 Black Lives Matter的时候 他们提出 All Lives Matter 我对他们的主要的反感 来自于 第一他们没有情商 对 因为就好像 你在一户人家 正在做丧事 他们家里的亲属刚过世 你举了一个大标语过去 人终有一死 对 你说的没有错呀 对吧 你说的没有错呀 但是人家打你 也是没有错的呀 对 就是我的反感 往往不来自于 某种政治上的不认同 或者我 我嗅到了那个语词背后 没有说出来的巨大的威力 我的反感来自于一种 非常朴素的 就是为人处事的一个道理 就是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对 而往后一点讲 我可以接受 它是一个让讨论 变得不效率的事情 因为我们正在讨论BLM的议题 你突然拎了一个 与之完全无关的子议题过来 会让讨论失交 我可以接受这件事情 可是 我会替当事人觉得 非常的冒犯 以至于我认为这件事情 极大的摧毁 和在政治上不可原谅吗 换句话说 如果我是那个球队队员 排除掉情商低 活该被人打这件事情以外 还有破坏讨论 竞争这件事情以外 我应该被扣上一个 顽固保守派 完全不关心黑人 完全不关心少数族裔的帽子吗 在我当时在推特上的感觉 虽然我 好像应该 be supposed 不应该有机会上推特 但是对不起 我还是上了 对 就我刚才在推特上看到的感觉 我觉得大家好像都认可 他们就应该扣上这样的帽子 可是我确实没有这样的感觉 当我在评比赛想到这点的时候 我甚至有一些害怕 我在想是不是我哪里有问题 但是没办法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 努力接收双方信息的评委 这确实是我听到的东西 而从竞争辩论的立场上来说 我自己的评判会认为 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我会需要反方提出更多的例证 或者说是事实的佐证 也是被我称之为比赛中的肉的东西 今天比赛如果说有什么遗憾 在精彩的攻防之下 大家的共同文本太少了 我们太少听到双方 针对某一件具体的事情进行讨论了 以至于太多的东西 变成了框架概念和定义之争 定义这样变手的本质 所以而如果拿这个作为比照的话 我不得不说 反方的战场从自由变开始 基本停滞而没有推进了 包括我觉得稍微有一点心急 和也许是自信的是 你们非常看重的那个数据 在后面的引用也很少 更多只是拿起一本书或者一张纸 告诉你我有一个很强很强的数据 你们所说的一切 都在我数据的设成范围之内 而没有太多的跟正方进行主要的交锋 或者用你们的数据 用你们的推把它击倒 如果按照一个简单的 损益的讲法来说的话 我可能认为在攻防落到最后那一步 当正方已经不断提出生活中的案例 事实中的场景 来闺谬反方的时候 我期待反方能有同等量级的反应 你至少能够用你的数据和推论告诉我说 如果你执迷不悟 就是要用女士优先这个词 根据瑞典04年的经验 或者04年以前的经验 我们之后的平权政策会变成怎样 会变成一个正方也不期待的样子 如果你能告诉我这件事 我是可以接受的 如果不行的话 那我会认为正方提出来的所有案例 包括三千万的弃因 那个应该不是同一年的 一年应该没有那么多 那三千万的女性弃因 和她们提到了 各种关于女士优先的相关政策 以及价值观的隐身 会在生活中更加有实感 OK 那这是我投给正方的理由 然后最后 我觉得双方讲的都非常非常的清楚 打得也很好 我这边就不做更多的惨罚 我只能说 那这场比赛 我还是以一个主办方的心态 安慰一下大家 这场比赛在上线之后 大家一定会受到弹幕 非常多善意的批评 然后那希望大家在面对 这些善意的批评的时候 也是虚心学习 见证世界人类的多样性 对 然后这也是变手需要做的功课 以及这也是我们注定早晚 要面对的真实的世界 我们打别论的 但我作为一个评委和变手 我看到这场比赛 还是非常开心的 双方打得非常好 对吧 钟问山黄思涵 性别议题之神 对吧 很期待你们有一天 跟习瑞打一场 行 以上是我的分享 谢谢大家 感谢梁秋阳先生 下面有请丁冠宇先生 各位好 我先把一个 我有两个附加的感想 先讲一个 我自己觉得比较近的 然后比较 对 我在出赛评比赛的时候 我说错了一句话 我说 那个时候我认为 当时那场比赛 黄思涵的结变 是我游戏以来看过 新国变最好的结变 没有之一 那我认为 我错了 我那个时候 还在困惑 为什么主办方 在出赛的时候 没有放面子 就是复赛的时候放 确实 我能说 我非常的感动 就我觉得 我认为 讲得非常的好 这是我认为 对一个变手 最大的敬意 然后谢谢 一个非常好的 非常好的结变 好 那回来 讲比赛的内容 比赛内容的部分 我用一个比较 我简单讲的方式 当然我知道 这不是一个 最准确来还原 双方架构的方式 因为可能太复杂 或者是不好讲 或者我没有办法 讲那么清楚 我认为这样比赛的 一个初始的 双方的交互手的理解 可以这么说 正方呢 一开始给大家 一个简单的讲法 叫做 女性有没有弱势 有 有弱势 有弱势需不需要帮助 好 需要帮助 女性优先 是不是一个给她的帮助 是 OK 给她帮助 理论上是一个 能够打破 或者是改善 性别议题的 这样的一个 初步的思路 所以后续来看 反方怎么在 这样子的一个 讲法底下 去提供 另外的视角 或者是解释 来说明 原来他还有 其他的伤害 或弊端 或其他潜在的影响 OK 所以接着来看 反方大概提出了 哪些类似的 或哪些类型的 对于正方的质疑 第一种类型的质疑 跟刚刚学长前面讲的一样 叫做词源的问题 这个词 原始上面 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劣质 或者是一定程度的误导 从这个误导往下延伸 它可以具体的影响到 所谓的结构跟行为 变成所谓的规训 进而使得这个社会 凝固了那样子的不平等 这边反方的论证非常完整 应该说我自己 在以听一遍的讲法来说 我觉得很完整 这是第一重 比较完整的质疑 第二重质疑 叫做 其次 这样子的一句话 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它本身所连带造成的呢 是对于性别议题的 第二重混淆 就是 如果所谓的性别议题 在正方的这个叙事脉络底下 它将只存在着 所谓男性与女性的 二元对立 可惜 所谓真正意义的性别议题 是多元的 所以 但凡被你述说成 二元的说法 那你就会丧失 所谓多元的可能 进而使得 有一部分人的权益 会受到打压 这是第二重的质疑 所以往下来看 这两重质疑 有没有形成 对正方的伤害 有一个说法 对我来讲 它比较像是支撑跟辅佐 而不像是一个 直接的影响 就是述我只能用 这样的方式做解读 叫做反方式图想要区隔 两个概念 一个是纯粹的去攻防 或者是沟通 所谓的概念层次的问题 第二个是想去聊 语言层次的问题 也就是 即便概念如此 语言也不该如此 叙说 这个讲法 我只能说 在这场比赛里头中 不是那么精确的被理解 可能是因为 我认为 反方在这场比赛中 但凡认为 语言误用的场景 无非是基于第一种质疑 认为这是一种对女性的矮化 认为这是一种 对于女性的过度保护 那一样 它是潜在前者的 或者是 这是一个强调二元的场景 那就一样 它就会进到第二重 所以概念跟语言 这件事情的界分 使得它对这行比赛来说 不是特别重要 那接着就来看 这两件事情的交手 到最后我的弱点 怎么判断 第一重 要处理的东西叫做 所以到底 这一个 所谓良性的性别歧视 它到底存不存在 或者它有没有真的 形成对女性的压抑 这边我的理解 正方最早的一重交锋 从正方的四遍 所提出来的 叫做 我们聊的是 当代的使用 当代的使用概念里头中 正方很快的 很直接的 已经点出了一个 在正方的理解中 叫做 正确的使用方式 所以 到这边为止 的确也如同 反方后续认可的 叫做 好 那如果有两种使用方式 那我们两种都讨论 到这边的前提之下 可以有一个明确的意思 是 所以 语言这回事 不用完全继承 过往的使用方针 或者是 即便有过往 歧视精神 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我们也都是后续来去看 怎么做比较 跟怎么做评价 前提这个地方 我的理解叫做 反方 留给正方一个 使用的空间 在使用的空间上 后续做的工坊 我觉得 正方做的一个 明确的切割 来处理反方的资料 的讲法叫做 你所有去论证 或者是 所有去形成 那个后续的规训 跟结构的讲法 是不是都是基于 如果它是一个 善意的性别歧视 才会推导出 这样的后续的讲法 好 那我正方正确的使用 到底在你的理解里 算不算是 善意的性别歧视 我的认知中 我不觉得 正方有回应 也就是 基于女性选择权 这个讲法 到底是不是一种 对女性的过度保护 如果不是 那善意的性别情绪 都仅止于 后层次的攻防 也就是后面的 比较脉络 而跟前面无关 也就是 在正方的讲法里 就叫做 我有一种方法 可以告诉你 你不要那么使用 女士优先 你可以像我这么去 使用女士优先 如此 这个社会会变得更好 我们要不要 这么做讨论 在这个地方 我只能跟反方 沟通一件事情 叫做 我觉得 正方点出了 第二重的讲法 这个讲法 对反方来说 应该是致命的 叫做 那个所谓的 语言使用习惯 到底是可改变 还是不可改变 倘若是可改变 所有反方认可的 那个语言的 规训跟惩罚的效果 都会因为 在这场比赛 正方的立场之下 能够被引导到 正方最终的立场 也就是 如果只讨论 结果性质的 使用方式的话 那么 无论是正方所提出来的 好的用法是存在的 其一 其二 好的用法的使用 是有可能的 并且我们也应该 往这个方向引导 那么 对于女性的过度打压 这个攻防 最后就不会落到 反方的世界观里头 因为 解决 或者是缓解 或者是 当我们知道 女士优先这个词汇的 使用产生偏差的时候 原来我们该改善的方法 是改变这个词汇的 正确使用 如同正方四辨 手指的手去问 叫做 我们要精准的控制 而不是像 反方所讲的一样 叫做 评价这个词汇 误用了 我觉得这个地方的交锋手 是反方如果要在这个词汇里头中 往后延伸的时候 我认知 在这场比赛里面 缺乏评价的内容 我理解的缺乏评价 可能有两种模式 我简单跟反方做个交代 我认为第一种模式 是反方三遍给予的讲法 是可行的 是可操作的 但是在这场比赛中 是没论证的 叫做 现实生活中 大家的接收 也就是 正方你哪怕讲的 再可行 但是如果现实中 大家不接受 那么就没有办法 好 所以问题来了 反方要如何尝试去攻击正方 证明他自己不可行呢 我觉得这个地方 我不觉得反方在这场比赛有论证 所以回到正方的讲法 我反而会觉得 正方在这场比赛是有论证的 其一 正方的讲法叫做 能够判断跟能够分辨 在能判断跟能分辨的前提底下 是正方给出的一种 可行的方案之一 第二种 我觉得是在具体内容的交锋手上面 我觉得正方在修改语词的时候 给出来的例子 叫做当我把女士的这个概念 修改成爱心的时候 他某种程度上是遵循了女士优先的意志 然后使用了正确的方法尊重女性 在这个说法之下 我觉得反方落不回你的说法 也就是说 你这个时候除非你要去切割 叫做这个打法里头 虽然精神上是女士优先 可是词语上不叫女士优先 反方也认可这是他的立场 我的接收里头中 我没有觉得反方有这一块的结论 所以到这边为止 这个地方是我觉得 攻防点之一 不会停到正方的原因 我认为反方之所以 没有给我这个清晰的结论 其实有一个战略的原因 是来自于 但凡反方在面对到 词语误用的时候的攻防 想要回到语言结构的时候 最后反方的诉求 其实叫做是多元的使用 因为这是反方可能认为 这道题里头的母命题 也就是性别议题 如果你锁死在性别的男性与女性 也就是所谓的生理性别身上 那么对这个题目来说是缺憾的 对于当代的性别议题来说 是没有价值且没有帮助的 我可以理解也可以接受 只是我得提醒反方一件事 因为这两个逻辑 或是这两个战场 明显是分歧的战场 在前者 你仍旧一定程度上的认可 它是一个男性与女性的对立议题 只是对于男性与女性的对立议题上 你没有提出更好的解方 所以那个战场 我不会停在反方这边 就会看你的第二个战场 能不能够成功地打击掉 正方的第一个战场 的这一套框架 好 进到这套战场里头中的时候 我觉得 我不确定这些事情 对反方来说在不在意 但我只能说 我以评审的角度来说 我没有明确地会认可 这个行为的攻击的效果 影响很重 叫做正方一变的语言使用失当 正方一变的表述 我可以替反方做出我的评价 就是我觉得可以是失当的 可是你要说正方一变的表述 于此 所以他认为 这道题里头中 他就是忽视了所谓的 其他性别少数 或者是其他缺位的 在性别议题中的潜在人群 吗 我不能做这个保证 或者是我不觉得能用 正方一变的表态 当做是一个论证 所以这个地方是回过头来 提醒反方第二件事情 在反方的第二个大战场里头中 反方想要的做法叫做 当我们诠释叫做女士优先的时候 这句话明显的会得出第二个结论 叫做排他 排除了其他的弱势群体 我先暂且不提反方的论证 我先提正方的逻辑回应 叫做 为什么在正方的世界底下中 所提出的其他族群 我不能都说 我的认知底 我只能说我的认知底 我没有明确地觉得 反方在这个点做回应 没有明确做回应的原因 我理解可能是 因为当正方举出来 是用类比的方式来去询问反方 妇女及儿童同时保护的时候 冲不冲突 煤矿工人跟军券同时保护的时候 冲不冲突 反方好像误以为这个类比 因为跟这个题无关 所以把这个攻防滑过去了 可是即便这个类比 跟攻防的底层逻辑无关 那应该回到反方身上的困境 也仍旧是 在逻辑层次上面 正方能够说明 好像当代社会人群 能够不混用 或者是不排他的使用 这些词汇的时候 反方要自证的东西叫做 我们已经产生了误用 在这场比赛里头中 反方对于我们误用的结果 怎么论证的呢 我觉得在这场比赛的判断里头中 没有明确的论证 也就是但凡使用女士优先的 比如说国家也好 比如说社会也好 明显地生产了那些 对于性别气质少数人的蔑视 或者是议题的轻视的倾向 他应该不是在这场比赛里面 有出现的举证 所以这个地方 我只能跟反方解释说 这个点我收到了 可是这个点 确实以交锋的逻辑来说 不是一个你们有自证的东西 另外一个 我得提醒 这个东西我不觉得是一个判点 可是我得提醒反方几个 在技术操作上面的时候的 明显疏失 如果大家有记得 刚刚邱王提到的那个概念 反方三遍在提到的时候 那是一个非常微妙的讲法 你注意当你说到 为什么 Black Lives Matter跟All Lives Matter 这两个词汇或叙事之间 会产生极大的悬殊差异的时候 我觉得反方同学 某种程度上也要 回头思考一件事 当如果你觉得 女士优先这个词汇 被使用作为所谓的多元气质 或者是多元新规优先的时候 它其实应该一定程度上的 也是相较之下 忽视了这个社会女性可能有弱势的事实 当然这个结果到底是什么呢 我不确定 只是我会觉得 反方的这个描述 其实一定程度上的 没有办法自己把这个概念给聊清楚 这个聊不清楚 我觉得无所谓 只是一个建议 是因为我觉得 但凡反方处理一个 这么涉及语言叙事 并且纤细的论点 那应该要特别注意一下 你们在这个论点上的处理 所以我以比赛的稍微整结的方 稍微结论性的方式 跟反方说明 为什么这场比赛里面 对于对正方论点的撼动这件事 做得没有那么鲜明 其一 第一个撼动是 在面对到规则可不可以被改变 叙事能不能发生 迁移性的这个讲法里头中 正方抢下了这个说法 叫可改变 反方原本希望的目标叫做 我有一个更好的替代方案 那个替代方案不太确定 因为它退到了第二个战场 在第二个战场里头 要跟正方聊 叫做你怎么可以去混淆 你怎么可以误用 我们对于这个命题的理解与诠释 这是一个正确的战场 可是这个战场 在最后的实证上面 没有办法踩住 所以导致在这两个攻防里面 我最后的判断 没有办法推翻 全部正方的东西 好 最后其实还有一件事情 是反方一面题的 截便题的 或者应该说 首轮直询题的 到截便的时候 有试图要去谈的一个概念 叫做应该 也就是 但凡如果是一个平等的基础 如果是应该为前提 那么就没有所谓的优先 也就是优先一定程度上的 它跟我们对于平等的概念 可能是抵触的 在这个大前提底下 我的认知中 正方跟反方 在攻防上面的停滞点是什么 停滞点是 正方做了两种不同的回应 第一种叫 我们来看看他们现在惨不惨 现在惨 好 惨有没有代表什么呢 我得说 我不确定正方的完整诠释 但某种程度意义上面 正方的讲法 好像比较像是说 所以这能帮到他 那反之在反方的理解里头中 不能帮到的理由是什么呢 我不确定 我不确定 因为他如果不是连回第一条论点 那就不确定第二条论点的叙事 第二个补充 对我来讲是有一点点关键的 这个关键的战场 我觉得没有双方 没有人给我更清楚的诠释 叫做 在正方的想象跟理解之中 女性要去论证 所谓的应该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好 以下是我的补充 补充就意味着 我不觉得这应该是正方 在这场比赛没有论证的东西 只是对我来说 到那边为止 我觉得那个说法是停下来的 正方的意思好像是说 但凡要去能够论证的应该 那个标准应该都是 都会是一个客观可明确可观测的数值 比如说当我们提到 9%的配额是不合理的 或9%的这个数字是不合理的 那有一个应该合理的数字 那个合理的数字是什么呢 不确定 可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叫做如果 叫做本应如此的论证方 叫做现在的女性那一方的话 那这对他来说 是一个相当高的矩阵责任 因为我很难去论证 什么叫做我本应有的权利 因为我本应有就是我从未得到 而我从未得到就是我并不认识 我并不认识的时候 他就很难出现在 他的语言跟话语体系之中 就好比对于黑人 在当初去进行 黑白人权抗争的时候 他要论证 他有本来应该有自由权 这件事对黑人来说是相对困难的 因为所有的法律 文字 规矩 价值观 都是以一套白人中心的规则 所定义出来的 当你所看到的量耻 以及规范 甚至是数值 都是以男性的视角 所定义的时候 你要女性怎么在 这样子的一个规范圈里面底下去论证呢 我反过来另外一个补充 当然我说过 这都叫做补充 只是因为我很喜欢这个概念 想跟大家分享 对 叫做矫枉过正 有的时候是我们面对平权的必要条件 是因为在面对有的时候所谓的弱势 并没有我们明确对于正的一个清晰的理解 所以我们只能试图矫枉 当他试着真的超出了某些平权的边界的时候 也许回头争抢 那才是一个可以走的道路 在这场比赛里面 我理解中 回到比赛了 对不起 分享完了 回到比赛 反方中好像有想谈一件事情 在一变稿里提了 在结变里头提了 但是确实是不清晰 叫做 力政挨打是我们对于平权应该有的基本意识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我理解中想象方反方补的意思 好像是说 如果你只理解中 所谓的权力都是让渡而来的结果 那么你很难像 他们前面结构所讲的一样 叫做你有一个主动争取权力的姿态跟意识 甚至你也很难真的去取得 或者是认可 你所拥有的那个权力 去守住他背后的那一份正当性 当然如果权力的正当性 是来自于一套男性规则 所留下来的红利的时候 女性对于这一份正当性的防守 其实应该是薄弱的 可是我只能说 这个描述在拉回这道遍体里头的时候 会产生一个在权势上面的一个不协调 那个不协调叫做 似乎正方给的那一套解方 也就是由女性先拥有选择权的 这一个说法 跟反方所讲的 力政挨打的这套讲法之间 没有一个明确的比较观念 好 到这边为止是我觉得到 即便如果真的是把反方这个点 比较稍微薄弱的东西 拉进来探的时候 会产生的一个双方的纠结 那在面对这个纠结的时候 我怎么去判断双方 最后需要去评价的说服力道 这个地方我在一定程度上面 前面其实都讲过的一个概念 做个小总结给反方讲 叫做我认为反方在这场比赛里面 太贪心了 你分散的在各种不同的议题里头中 都企图想要去捍卫某一种性别 象征跟符号的时候 一定会稀释掉你原本想讲的 这个力政挨打的说法 而这个力政挨打的说法 也确实是一个 我在截变的只字片语中 帮你补充出来的概念 使得我可以认可 也许这是一个 跟正方要对撞的东西 但是我只能说 这个东西对我来说 接收薄弱很多 那对正方来讲 我只能说 正方的截变 在处理的那个议题跟理解 哪怕是他最后所传递的 那两个故事 对我来讲 都是对应回 他前面想谈的内容的 如果说 所有你看到的 目光之所及的 所能够留存的那一些 能够发生的女性 她都是因为 一层又一层 积累下来 筛选过重的那些幸运 最后才能够传递出来的 一点点声音的话 那么 我们没有什么道理 是用现在既已存在的事情 去反推认可 这个社会叫做 已经平等了 或者是女性 不需要有更多的优先权利的 而在这个更多优先权利 甚至给予更多的选择 与自主权的说法底下中 我觉得 反方是自洽的 是能解释得通的 所以 即便到这个层次里头中 我会觉得 反方又比较清晰的 从他的框架里头中 去贯彻他想谈的议题 所以 对我来讲 在最终判断里面 能够更倾向于正方 所以刚刚可能讲错几个 那个方的名字 叫更倾向正方 最后面补充两件事 sorry 话太多了 好 这真的补充 我觉得啦 多元性别气质这件事 对反方在谈的时候 太吃力了 我的吃力的意思是说 我觉得当你们想要从 二元直接推到多元的时候 是因为你们中间隔了一步 所以会使得 你在连接的过程上 一直有一个沉重感 我试着帮你 把那个概念翻译过来之后 我觉得也许会让大家 可以舒服一点点 叫做 当如果你去行诉出 所谓的女士优先 或者是即便你们所讲的 after you 其实是一样的 叫做 你先天地认可了 男性理论上 有更大的责任与担当 需要去听 另外一个性别 去承受 也许你不先天拥有的权利 所以这边回到 反方原本谈的 其实一个蛮沉重的话题 是什么 是性别议题里头中 即便我们先不到 性倾向的多元 直到性别气质的二元对立 男性也仍旧是被所谓 父权框架裹挟的一个牺牲者 也就是说 在单反现在的 女士优先的叙事底下中 也仍旧有所谓 弱势的男性存在 而那一种 正方所长扬的 或者是所能得到的 呼喊的权利 一定程度上的 确实是建筑在 那一些 可能在反方的理解里头中 不那么主流的男性身上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另外一种非主流 我的理解跟感受 是从某一些素材里头理解的 叫做 反方一开始问的 另一重切割 叫做 阶级与社会上的割裂 就是这个社会的性别议题 难道跟传统的一样 也仍旧是用生理的性别 来去诠释跟理解 这个社会资源的分配吗 难道这个社会 没有因为 社会资源的结构变迁 或者是因为中间 在生育制度上的改革 而使得 这个社会倾向了一个相对变异 或者是相对奇怪的一个资源分配逻辑 在乡村如果绝大多数的生存男性 他们不能共感 不能理解所谓都市女性的生活样貌的时候 女士优先这个概念 对她的理解来说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意思 我无意为那些男性辩护 只是如果是以性别议题 也就是当代的性别议题 来去做辩护的话 那我们得去理解到 到底当代性别议题 真正想要面对跟改善的困境是什么 正方的困境叫做 这是一个长久以来都没被打破的桎梏 但是对反方来讲 其实反方想说 叫做这个困境 从古往今来 已经越来越复杂了 在复杂的过程中 如果我们还希望用简单的方式解决 那很有可能会激起更多的对立 矛盾甚至是牺牲 甚至是我们所不乐见到的那一些人 而我们像正方不想忽视女性一样的 反而忽视掉了那一些人的声音 最后可能到了多元 或者是再到其他反方想去谈的东西 我相当的尊敬 也非常的理解 我觉得反方想聊这个题目的方法 或者是期待 只是我以辩论的角度来跟反方说 我觉得这个期待在这场比赛中 并不是一个变手有操作完成 并且跟正方形成对抗的结果 第二重补充 是我觉得正方跟反方 其实纠结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叫结构性问题 如果我们都知道 这个社会的问题逐渐的复杂了 或者是所谓的弱势族群 逐渐的开始叠合了 那么我们该怎么看呢 Old Life Matter跟所谓Black Matter的时候 正方的讲法叫做搅浑水 意思其实就是 但凡你把所谓的单线问题 去累成了结构性而复杂的思路的时候 这个时候会反而干扰 或者是影响我们原本问题的解决 我换个方式去理解 或者是我这个地方的感想与心症 不代表在比赛上面的操作 是能够碎形的 我认为任何的问题 一旦我们推导成结构性的时候 我们都能让这个问题变得深刻 可是同时会让这个问题难以解决 任何的问题 当我们去叠合 去反省 告诉大家 这个社会是如此的复杂 这个社会的弱势是如此的灭小 我们是如此的去忽视了那一些 社会不曾听到了声音的时候 对 这个问题一下都鲜明了起来 可是你该怎么下手呢 不知道 正方一定程度上在做的东西就叫做 如果我能够抽丝搏剪 各线各线的单路解决 确实简单而粗暴 但是它会不会是一种解决方法之一呢 我不知道 我只能说这是我的心得跟理解 我会觉得这个分歧 可以是一场这场比赛里面 也许能谈的东西 但确实没有发挥出来 好 最后面一点心得的补充 这个就跟论点无关了 是我说过我很喜欢正方的论点 我也很喜欢正方的整套框架跟操作 只是也如同刚刚确实上所说的 我也能够或许的想象 可能我相对之下没有那么在乎弹幕的观众 而更在乎各位变手的认知与理解 有一句话可能我作为评委 哪怕不会大家闷 不会大家骂 但我也觉得无所谓 我觉得正方所提的那首歌 里头有一句歌词 不论是针对反方 sorry 反方同学提的 不论是针对反方的同学 或者是针对这场比赛 可能因为这道遍体而被骂的选手 我觉得 没有必要为了谁而去做改变 生而为人 没有人有罪 当大家去为自己的权力伸张的时候 我们都是值得骄傲的变手 谢谢大家 感谢丁冠宇先生 下面有请罗淼先生 听到冠宇连是说了三次 最后我要讲一点什么这个 好 我确实刚才拿着手机在刷弹幕 因为我已经预感到前面两位评委 可能有很多话说 看到弹幕上面的同学 有几件事情要向大家汇报一下 这场比赛是武汉大学 对墨尔本大学 现在的票型是2比1 他们讨论的变题是 在当下女士优先有助于 还是无助于性别平权 我是少数票的那一方 在座的三位评委 分别是新国变的吴冕之王 梁秋阳和新国变的两届冠局 丁冠宇 以及在下我 我叫罗淼 好 接下来开始我的点评了 这场比赛 我觉得任何人处在少数票 我都不惊讶 因为这是一场非常接近 而且精彩的比赛 但是我比较疑惑的是 我在两点上 跟两位评委 有一点点其他的偏差 就是 就像觉得很遗憾 他觉得这场比赛 前段非常无聊 但是我觉得很精彩 冠宇觉得 黄思汗最后的那一段 结变非常的 黄思汗人呢 还在 实在听不下去 只想听个结果 评委少BB一点 好 行 我尽量 就再回复一个弹幕 弹幕说 想赌一下 罗淼能不能收到50分钟 本来 他们用的是一个 不太礼貌的词 就是说 罗淼能不能BB到50分钟 我觉得很不开心 然后接下来 有一个同学又说 不会的 罗淼老师很快的 我又觉得 有一点点不开心 所以你看 这就是 反方想讲的 那个 语言所指的问题 当你说这件事情的时候 当你在用BB和快的时候 你几乎无法忽视 一个词语背后 承担的观念和批判和评价 所以 我觉得 我印象没有 会在反方的原因 是正方的论啊 我梳理完了之后 我为什么会觉得 我说 黄思汗最后的结变 我觉得 虽然固然是一个 很漂亮的结变 但是放在这场比赛的最后 我把它总结了之后 我发现他说了一件 很奇怪的事情 那就是在现在 女性的权利 需要被保障 那这不是废话吗 那这不是废话吗 就是整个说完了 最后剩下的就是 女性在过去 以及现在 受到了大量的轻压 所以她们的权利 应该被保障 我不是说这句话 本身是个废话 我是说这句话 不是这个遍体 要讨论的那个东西呀 她是在讨论 女性优先 能不能帮你实现 你最后的那一大段 倡导 所以这个地方 我是觉得有问题的 当然 反方也是有割裂的 反方的割裂的问题 就是出现在 前面评委讲的 你们的利论出来的时候 老子嗡一下 我就 好多心 好多东西 倒不是说这些东西 在其他地方完全想不到 我是没想到 有人会在这个题目里面 真的把这么多武器 都拿来使用 你们讲了语义 就是语词使用的概念 这没问题 你们又继续讲了 所谓的性别平权 已经不是二元 性别平权的概念 应该是多元性别 甚至是多元族群 平权的概念的时候 我就觉得可能会有点 贪多嚼不烂了 当你们 然后你们的整个利论 好像在佐证 我的这个预期 因为你们整个利论 碰都没碰 多元性别平权的事情 就除了第一下 出来让大家嗡一下之后 在整个利论的环节 没有直到反方二变 我不知道反方二变 今天是不是特意 别了一个二环 来符合自己的 假设的人设之类的 玩了一玩 就是 其实你在场上 你很明确地说出了 我怎样怎样 对方怎样怎样 所以这个无所谓了 在这个环节的时候 直到二变的环节 才开始明确地说 多元是我们要倡导的 而你那边只抢到二元 所以欠了多元的利益 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双方演的一个 共同演绎的 一个行为艺术的观点 就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在于 就是 我作为一个 常年微博冲浪选手 经常观察到一个 特别的现象 就是在微博上 像我这样 中年男性 做评委 试图让大家学到点什么的人 被骂 是肯定的 这是第一件事情 但是第二件事情 很奇怪 就是今天这场场上 示范出来发生的事情 就是女性群体 和其他少数群体 互相会吵起来 互相说对方的倡导 没有照顾到我的利益 在这场比赛中 其实用这种 行为艺术的方法 体现得蛮有意思的 女性花了大量的时间 来给这边解释说 我没有要侵占 你利益的意思 我们只是共同 要对付那些 丑恶的男人们 然后这边说 你只讲女事优先 为啥不把我加进去 你把我忘掉了 但谁在偷笑呢 我在偷笑 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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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就出来 哄一哄 你看你们无非 就是吵一吵而已 但这是这场比赛 展现出来的题外话 展现出来的题外话 并不是这场比赛 要讨论的核心 所以 反方的内容是这样的 非常的厚 而且他们给出的数据 也是够狠的 当你们说出相关性 达到0.9 那时候我觉得这个数据 确实能够做到这个地步 应该算是一个示范性的 数据采纳和采性的地步了 但确实如前面的 两位评委讲 这个数据做到这儿 后面不太使用了 另外有一个遗憾的地方 双方共同的遗憾 都没有试图真正意义上 去攻击对方的案例 或者分析这个案例本身 而在以前 我看两支队伍的 其他比赛的时候 都有这样的动作 我给双方各举一个例子 对正方 正方首先提出了 女士优先车厢 女士停车位的案例 他们说这是坏的案例 对吧 但是好的案例是 女性的厕所坑位 增加了1.5倍于男性 对 OK 但是武汉大学 在整个讨论的过程中 提出了一个 非常非常清晰的观点 叫 什么叫好得女士优先 就是给女性选择权 而不是强行给她优先权 提得非常清楚 我的疑惑是 女性停车位 难道不是在给女性选择权吗 我并没有说这是女性 必停车位 对吧 她可以停到别的车位上去 然后武汉大学对此的回应是 我把它改正成了爱心停车位 使女性感到更舒适 所以武汉大学没有表达出来的观点 其实是 什么叫真正的女士优先呢 它就是 用女士觉得舒适的方法 将权力让读给女士 叫真正的女士优先 可是在辩论中 但凡任何定义上 加上了真正的三个字的时候 其实都是一个有问题的定义 所以正方其实是在讲 什么样的女士优先 有助于性别平权呢 那就是剥离了 无助于女性平权的 那个部分的女士优先 有助于性别平权 这句话当然是对的 这句话当然是对的 那接下来的纠缠 其实发生在武汉大学 在努力地向大家证明 这些事情是可以被剥离的 这些事情是可以被剥离的 但是我觉得 你们证明它可以是剥离的 没有问题 但是你得告诉我 女士优先这个口号 有什么独特的作用 不然我听上去 你只是在告诉我 女性应该被照顾 那女士优先这四个字 加上引号存在 如何帮助你实现了这个目标呢 我觉得比较同意刚才说的 丁冠宇说的 矫枉过正的这个说法 它应该有一些 更多的作用才对 而不仅仅是一个 心理上的预期 所以这个地方 我觉得是有问题的 反方这边我举一个案例 你们说的那个 lady first 变成after you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地方奇怪 还不在于 不在于 就是 不在于 他把lady这个词拿掉了 或者说不在于他 翻译成中文该怎么翻译 我觉得问题是 这话是被谁使用的 after you是被谁使用的 如果它依然是一种社交礼仪 使用方依然是男性 对女性说的话 那其实你并没有 做任何的改变 无非是把那个词拿掉了 它依然是一个 专属于男性 对女性说的词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只只拿掉一个词 或者只把女生拿掉 这个有任何问题吗 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注意吗 我觉得不是的 再来稍微补充一点点 就是 你们说的奥斯卡的那个例子 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是事前有准备 还是临时想到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因为这个很好的例子里面 它在那个奥斯卡新政里面 它规定的新政不隶属于任何特质的性别 而是特质于它规定了大概 将近十种吧 不同的群体 任何一个群体的比例 都做了非常细致的规定 然后规定你在一个电影的拍摄 纯组里面 每一个比例的人数 必须要达到一定水准 不然你不能参加奥斯卡的评奖 无论你这个电影的艺术水平有多高 其实这就是一种矫枉过正嘛 那为什么我要单独把这个例子 说出来说呢 是因为我听到的一丢丢啊 就是在反方四变质询正方一变的时候 他想说这么一件事情 他说中产阶级的女性 对比低层次的男性 如果你用女士优先的话 会不会使得真正需要被关照的 低层次的男性的利益被忽视了呢 这个其实说复杂了 就是贪太多了 这个其实说复杂了 为什么呢 因为在奥斯卡的这个案例里面 会不会使得那些 其实没有力量去雇佣那么多少数群体 但却拍得很优秀的电影 没有办法评奖呢 当然有 当然有的 对吧 那要不要这么做呢 要的 其实就是你最后说的 只有挨打立正这件事情 所以 好 这样解释之下 在我这边收到的信息 武汉大学告诉我的是一件 当然正确的事情 但是没有给女士优先 一个更好的作用 茂尔本大学给的我是一套 非常丰富 让我老大 嗡了一下的利润 但是因为贪太多叫不烂 所以你们后半段的 那个最后的那个结变 在我看来 依然是剥离的 就你花了大量的时间渲染 这个大量是一个相对大量 相对大量的时间在渲染 少数群体的利益 在这个口号中被轻压 我们老海里面的图像 那就是女性和同性恋 吵起来的倾向 那这个并不足以帮助 任何一个群体往前推进 而且因为铺陈的不够多 在后面片面地讲这一点的时候 我会觉得 那你前面那些东西 与你后面讲的 这个东西的勾连 在什么地方 而且正方是给了解释说 正方给了解释讲 我们并不会轻压力 这个地方差一个小点 就好像前面两位评委 对佣军优属 军属优先的那个案例 觉得是正方得意 可是在我看来 我觉得反方的解释 是到位的 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 无关的类比 或者是不必要的类比 因为不说了 反正这个不展开讲的 就是我这边是听这一点 最后一件事情 就是前面交代完了 就我印象飘头 在反方的原因 我觉得交代比较清楚 虽然补充两句吧 虽然是剥离的 但是你们的点 我是给得到的 你们真的在做这件事情 最后我补充 真正的一点点 第一件事情 反方今天可能因为时间有限 铺有一点把复杂问题 想要简单化的倾向 就是我知道 在语言上要去纠正一件事情 其实是 首先你们要说明两件事情 语言为什么需要被修正 第二件事情 语言应该怎么修正 你们今天只说了第一件事情 没有说第二件事情 对吧 how to 那不是说 请大家以后不要说女士优先了 这事就搞定了 搞不定了 搞不定了 大家还会继续用 正方其实提供了另一套方法 就是我们继续说这个话 但是背后代表的意思 完全不一样了 不过这个方法 不一定也能实现了 这第一件事情 我想说的是 这个第一个点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就是很多时候 我在网上看到 有一些女权主义的发言的时候 我心里会第一时间的 不舒服的原因 是她在试图 从常规语言表达角度入手 来告诉我 不应该这么说 我的第一时间的反应 真实地跟大家汇报 我的反应是 关你屁事 比如说 我一个最典型的案例是这样的 女子本弱 为母则刚 会有人说 这句话是非常不正确的 因为她在暗示两件事情 就是女子本弱 不能强大 第二 母亲就应该强大 这两件事情在暗示 她的道理是对的 我是能接受的 但是她第一时间来说 你千万不要这么说的时候 我会觉得我的善意没有被尊重 就是我说这句话的出发点是善良的 我在歌颂母爱 而这件事情恰恰是 反方想讲的那个 善意的歧视 善意的歧视的特点 不在于它是一个工具 而在于歧视者本身 并没有觉得自己在做一件坏事 并没有觉得自己在歧视 所以这个事情需要绕两个弯 才能明白过来 所以也紧接着有第二件事情 反方最后讲的 力政挨打的事情 就是这个世界上 咱们乐观估计一点 必然还是存在着一些男性 他是尊重女性的权利得 可是在争取女性平权的过程中 有办法把这些男性区别出来 不予以打击吗 就他们有可能不被误伤吗 我觉得不太可能的 终究是有一个误伤的可能 如果我自诩自己是这么一个男性的话 那我就一定会承担误伤 那我应该用怎样的态度 来对待这样的误伤呢 历史上 我这个性别的人犯了错 现如今 我自己没有做什么措施 但是我却要为过去的错误买单 应该还是不应该 我觉得反方给出的态度 力政挨打 没有办法 这是一个过程 矫枉过正的过程 对 这是一个矫枉过正的过程 我觉得这个 我能get到是这个意思 没什么问题 第二一个想要补充的是 我看怎么总结这个语言 就是这个题 在当下女士优先有无助于性别平权 性别平权这个议题 其实讨论了好多好多年了 其实讨论了好多年了 从我自己打的 不是第二场 就是第一场 笑赛开始 那是一个可能在周帅看来很年轻 但是在各位看来很古老的年纪 那个时候讨论的遍体就是 妇女的解放主要靠男性觉悟 还是女性的觉悟 我讨论的遍体 我的持方是主要靠男性的觉悟 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讨论了很多年 我不觉得这些年有什么本质上的改善 我不觉得这些年有什么本质上的改善 基本讨论的议题依然聚焦在 女性是不是多此一举 男性究竟应该让读更多 女性的待遇有没有更好 中国女性的地位是不是地球上最高的 等等等等 我不觉得 但是我想给大家另外一个方向的建议 就是大家今天在举例子的时候 确实举了很多 就是女性需要被拯救 被照顾 被额外关爱的例子 但这个无关于双方的论点 有另外一个方向 就是得做事 就是得做事 就不要再想着任何东西 在任何的社会体系里 会给你让渡过来 就是在 大家其实这场比赛 没有举出某一个 有举出了强威男孩 这一个具体的人 而在女性的符号里面 我想到了另外一个人 我把它写在我的 这篇稿子的最后 就这篇记录纸的最后 就是张桂梅先生 我不知道提到这个名字的时候 大家知道吗 张桂梅先生是华评女高的校长 他在那个地方做了大概十几年的工作 他只做一件事情 就是办学校 教女生 不教别的人 而且他在这个学校里面做的事情 颇为极端 他的宣传是 我们生来就是要读大学的 要读好大学的 要努力的 他去骂那一个 走回来当了家庭妇女的学生 说你怎么能当家庭妇女 把你的臭钱拿开 你不配当我的学生 甚至引起了大家的热议 可是我觉得需要这样的事情 需要这样的事情 讨论已经够多了 就需要一些 按张桂梅自己的描述 我在街上近乎于讨饭的方式 去筹办这个高中的钱 我不再血于去说服任何人 改变任何人的想法 但我可以改变一些事情 也有点像黄思汉最后说的 我不血于向人去证明 前线的护士需要 还是不需要卫生金 我只是做 我买了 给他送过去 至于你怎么评价我 你已经评价了 二十年 一百年 不重要 重要的是 二十年 一百年之后 事情会是什么样子 无所谓 讨论足够了 做事 谢谢 感谢罗淼先生 请问各位评审是否还需要补充发言 我觉得学长说的第一个点非常打动人 然后所以说服我了 我第三票会跳到肯方 没了 那我也补充一下 就我不会跳 我不会跳 就没有没有改变 对对 我只是附带补充 就是对我来说 不太影响我刚刚对交锋的梳理跟判断 所以就还好 感谢各位评审的精彩点评 有请工作人员递上商讨票 有请三位评审填写第三轮商讨票 再次感谢三位评审 有请一步台下就座 比赛结果已出 首先揭晓的是本场比赛的最佳辩手 它是来自正方代表队的四辩 黄思涵同学 恭喜您 下面我将为大家宣布 国际华语辩论邀请赛 复赛第三场的最终结果 第二轮环节分数票 丁冠宇先生投给了正方 罗淼先生投给了反方 梁秋阳先生投给了正方 第二轮投票的结果是2比1 第三轮商讨票 丁冠宇先生投给了正方 罗淼先生投给了反方 梁秋阳先生投给了反方 第三轮投票的结果是1比2 加入第一轮印象票的最终结果是 正方5票比反方4票 让我们恭喜正方代表队赢得本场比赛 同时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 送给本场比赛的8位辩手 感谢他们为我们呈现了一场 精彩的比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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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